只因一头雪白的黑法 她就遭家人算计 被戳下双眼 最后被自己守护的子民推上断头台 可在这之前 她是被哀国最幸福的第一王女 父母担心她吃苦 让弟弟妹妹代替她去应付繁杂的社交 她只需要坐在家里处理文件 学好魔法就行 但幸福总是伴随着不幸 有一天 传来了和敌国夏里特打仗的消息 远嫁为皇妃的妹妹被当成了人质 父王卑微地求她去救妹妹 就当是为了百姓 女主罗斯二话不说 便亲自上了战场 皇国投降了 而她这个英雄却成为阶下囚 妹妹也因此成功回到了王国 听到这个消息 她仍然不相信祖国会抛弃自己 这时乍了外一只手向她伸来 成为我的情妇吧 我会实现你所有愿望 罗斯身为王女 她又怎会背叛祖国 然而拒绝了夏里特皇帝的邀请 就等同于走向了绝路 她被皇帝众多的情妇刺下了双眼 在地牢里苟活了十多年 终于等到了送她回国的消息 皇帝用魔法为她治好了眼睛 要是乖乖做她的情妇 就能省受些罪了 明明魔力强大 却甘愿被人利用 女人的经历跟她是那么的相似 我以为你能理解我 罗斯当时不明白皇帝的意思 直到回到祖国 她成了人人唾骂的坏呸 成了挑起战争的凶手 弟弟妹妹还特意跑来炫耀 你只不过是一枚气子 她现在才明白 自己成了一只替罪羊 就连过去父母对她的疼爱 也不过是心心作态 她全身心守护的家人 成了一个笑话 曾经被她保护过的百姓 此刻却都对她喊打喊杀 她被架在断头台上 这时她才明白 夏里特皇帝为什么那样说 如果再来一次 她绝不会原谅 欺骗伤害她的人 随着扎刀落下 罗斯回到了十几年前 熟悉的房间 年轻了许多的随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过得真快啊 妮可拉公主今年都16岁了 直到听到侍女说妹妹的年纪 她才真的意识到 自己回到了过去 正是妹妹嫁到夏里特 成为皇妃的那一年 看着自己年轻的脸蛋 没有伤口的脖子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回来 但前世遭遇的切肤之痛 现在都还那么的真实 当她再次抬头 却看见镜中血迹斑斑的自己 那些饱受摧残的片段 像潮水般猛打着她的心脏 她一直活在父母的黄面中 像个蠢货一样 做着他们的乖乖女 最后却以那样的结局收场 利用她的人 背后耍把戏的人 还有不知感恩的人 她一个都不想原谅 这时侍女带来了 夏里特寄来求婚恕的消息 复仇的种子在心中发芽 现在该是她野蛮生长的时候了 所以她这一次要代替妹妹 成为夏里特皇帝的正妃 这一世 她要和这个暴君一起空行 亲手毁掉自己的老母 因为一头黑色的长发 她被祖国抛弃 被家人推上了断头台 重生回到十几年前 她决定抢走妹妹的老公 报复自己的国家 父亲把一家人聚在一起 夏里特皇帝想要娶一位王女做正妃 女主斯罗当然知道父亲会选妹妹 她当时没有起任何一心 觉得自己是姐姐 就应该让着妹妹 现在她才明白 自己只不过是一枚弃子 父母根本就没考虑过她 弟弟这时说着和上一世 同样的台词 非常赞同父亲的决定 妹妹也一副生怕机会溜走的样子 但这次对不起了 我不同意 弟弟投来恶狠狠的眼神 父母也惊讶地看着她 母亲更是表示姐姐就该让着妹妹 罗斯觉得她的家人脸皮 简直比城墙还厚 她知道妹妹会是优秀的皇妃 可夏里特皇帝可是以暴脾气闻名 因为一句话就被打掉的人数不胜数 据说先代皇帝就是死在她的手里 妹妹一听 已经吓得瑟瑟抖 而这些信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罗斯记得上一世战场上 夏里特皇帝把自己的士兵当作人肉炸的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她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她还有六个情妇 互相视为死敌 一旦有了正妃 想必用脚趾都知道他们要对付谁了吧 罗斯来到妹妹身后很是担忧 她怎么忍心让妹妹独自在异国她享受过 回想上一世 妹妹一个月不到就天天来信吵着要回家 甚至抱怨皇帝不和她睡 还真是不知羞耻 所以让我嫁过去吧 我愿意为妹妹遮风挡你 本来还犹豫的父母 一下就同意了斯罗的提议 还假惺惺的说会想她 真是让人倒胃口 一个月后 罗斯和夏里特皇帝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各种阴谋算子 情妇之间吃醋极度的手段 比起过去十年痛苦的经历 这些连屁都不是 这一次他要和这个男人同行 亲手毁掉自己的国家 可刚举行完婚礼 皇帝就丢下罗斯跑了 他认为情妇们的嫉妒很可爱 所以他是不会出手帮忙的 果然新婚第一天 罗斯就受到了冷落 就连一个侍女都没有见到 身边只有自己带来的随从心 她是唯一一个没有伤害过罗斯的人 在监狱的时候 是新为她送饭 并详细告诉了她外面发生的遗弃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是时候做点什么了 想起妹妹来心抱怨自己被无视 就知道这些侍女有多嚣张了 但她可不会忍气吞声 冲着门口正在打扫的两个侍女 给我倒杯水 可没有一个人搭理她 随手抓起一个侍女 你是耳聋了吗 侍女被狠狠推到了地上 呼啦一声 一团火焰从罗斯手掌冒了出来 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如果不说我就烧掉你的头发 侍女打动吓破了 是大侍女命令他们这么多 其他几名侍女也都是同样的说法 级别这么低还敢这么嚣张 行 把大侍女带过来好了 我可是准备了一份厚礼 她是帝国第一王女 替妹妹嫁给暴君成为了皇后 新婚第一天却遭受冷落 她只是想要找人打扫一下房间 就被尖酸刻薄的老妈子嘲笑 皇后在皇宫里就是个装饰品 陛下后宫美女如云 给你地方住就不错了 听听 这说的都是什么话 区区侍女竟有这么大胆子 对不起 老娘可不是嫁过来受气的 只见罗斯一脚踢在门上拦住了侍女的路 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算我是装饰品 那又怎样 我身为皇后凭什么人女 这句话看似是在质问侍女 可更像是在质问对自己不公的家人 大侍女被她病态的表情下的菊花印紫 用着罪损的样子 吼着没有底气的反驳 刚刚她还说自己代表皇帝来着 既然如此 那我倒要看看金贵的侍女受伤了 皇帝是选你还是我这个装饰品 大侍女差一点就要哭了 她这次怎么遇到个疯女 还没想明白为什么 头发就被罗斯一把揪住 结果早就准备好的剪刀 她今天就要让侍女从头做人 别乱动哦 伤到你就不好了 大侍女此刻已然没了刚才的嚣张 求生的本能让她不断的挣扎 次来一声 哦吼 本来就不富裕的脸蛋雪上加霜 杀猪般的惨叫响彻整个房间 真是废物啊 这么点小伤就叫成这样 大侍女颤抖着不断求饶 是我错了 我马上去找人来打扫房间 但现在认错已经晚了 罗斯拿着剪子就扑了过去 黑暗中只听见一阵阵咔嚓声传来 不得不说托尼老师的技术真不错 大侍女的新发型还真不耐 罗斯皇妃的威名也在后宫传扬开来 甚至越传越夸张 说她为了成为继承人欺压弟弟 仗着强大的魔力胁迫国王 而她蝙蝠王女的绰号也被人挖出来 在被埃里是出了名的坏女人 皇帝倒是对她欺压侍女的行为不知一辞 在她看来只不过是无谓的挣扎 不过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身为皇妃有参加社交界小姐们茶话会的责任 罗斯更关心的是情妇们去不去 正纠结参不参加 却看到了邀请人的名字让她脸刺大便 是皇帝的第四情妇艾丽莎 最会搞事情的一个 她之所以这么大反应 是因为前世在眼睛被刺瞎时 正是这位四夫人 带着一众情妇在监狱里对她百般羞辱 既然撞上了 那就先至一个再说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茶话会已经开始 大家都忙着拍艾丽莎的马屁 因为她家里有矿 钱多的能买下几座城 夸赞四夫人的同事还不忘踩皇后一脚 一个两个都说得很难听 艾丽莎正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罗斯身着华裙闪亮登场 几个皇帝的小情妇都不愿搭理 艾丽莎倒是很热情 希望和你胃口 她那茶里茶气的嘴脸 果然和前世记忆中的一样 而只要她一开口 旁边的几人就会跟着附和 据说您是从妹妹手里抢的正非之位吗 听说您只带了一个男性随从事吗 不刁钻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讲 罗斯只是淡定地看他们唱戏 怎料竟有人说她是私生子 艾丽莎也来劲了 黑色的发色站在陛下的旁边多丢人了 陛下可是纯纯的银发 但这些话对罗斯根本不哭 她可没那么脆弱 只是我不知道 艾丽莎小姐要是怀了陛下的孩子 那是不是私生子呢 因为一头黑色的长发 她被世人起绰号为蝙蝠王女 小绿茶们也因此嘲笑她是国王的私生子 不过别慌 小打小闹的场面而已 罗斯只是提了灵魂一问 情妇生的孩子会是什么标签呢 就把小绿茶气得呲牙咧嘴 热光晚餐就不奉陪了 临走时还不忘说要给陛下生猴子 小绿茶艾丽莎果然忍不住了 提着裙子气冲冲地出了门 吃个饭还拿出来炫耀 她都不知道和陛下吃了多少回 只是最近没那么平凡而已 想到这里她更起了 她必须要扳倒皇后然后赶出去 一想到陛下和蝙蝠王女在一起的画面 她就很不痛快 这是前方正在刷墙的两个兄弟 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看着地上的两桶油漆 顿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与此同时 罗斯也已换好礼服 为了避免前世皇后被当作人质的情况 她要趁着吃饭的机会 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上一世的记忆就是她的底牌 这时侍女送来一封信 表示皇帝想要现在见罗斯 可马上吃饭就能见面 突然写信 明显是有人想搞事情 那我就去陪你玩玩吧 手中的火焰也多了几分很近 但来到街头地点 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正当她有些失望时 只听一声响动 奶白奶白的液体从楼上泼了下来 罗斯本能地用手挡住 可还是弄脏了 楼上传来小绿茶们的嘲笑 爱丽莎还直夸自己的染发技术 罗斯死死地盯着她 浑身透露着阴冷的气息 而这一切都被角落的皇帝看在眼里 吃饭时等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皇后的人影 她觉得皇后这时候应该在房间里哭鼻子吧 有些看不起的样子 决定先填饱自己的肚子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听到女人的声音 皇帝漫不经心地看去 却被眼前的人震惊了双眼 一头飘逸的金发 一袭红白配色的红裙 把女人的身材展现得凹凸有致 容颜更是美丽动员 把皇帝都看傻了 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看到皇帝不说话 俩主仆也有点懵 或许是太过惊为天人 皇帝的眼睛一直牢牢地盯着罗斯 被发现后 他这个海王竟有些慌张 拿起酒杯就猛灌起来 单手松了松领带 又喝了几杯 才问起皇后的头发 本以为是染的 却不想是罗斯自己原本的发色 不过现在没必要染了 金发也是他向皇帝证明价值的一种 但他也不想和皇帝说的太多 毕竟都是前世发生的事 只是胡乱扯了几句 就拍上皇帝的马屁 他很开心用本来的面目和皇帝吃饭 感觉和您更配了吗 皇帝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明明心动了 还嘴硬说让女人别多想 这座城里有用的女人多了久 罗斯也不生气 因为比起其他的女人 他觉得自己更有价值 皇帝却怒骂他放肆 满脸凶巴巴的神情 像是要吃人一样 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他长得世上最完美的金发 是具有强大魔力的象征 只因父母说黑色好看 他就从小染着黑发 却没想到因此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众活一世 那他就如大家所愿 将坏进行暴力 抢了妹妹的老公 想要和暴君一起风一起玩 没想到皇帝竟想杀了他 罗斯把玩着酒杯倾笑一手 杀了我你就得不到轰动全球的机密了 见皇帝不相信 他不慌不忙抛出白金船三个子 皇帝果然脸色微变 因为夏里特帝国地处寒凉 贸易成了调节资源的重要手段 而白金船则是帝国很关键的货船 但在一个月后 这艘船会被其他国家袭击 船上的货物也被洗劫一空 夏里特不仅损失了一大批船员 还一件货都没拿到 这其中当然也有被埃里帝国的功劳 想到这里罗斯悔恨不已 当时为什么那么愚蠢 他的初心本来是想增强两国之间的贸易 皇帝还以为皇后想跟他谈生意 怎料罗斯接下来的话让他一惊 一个月后 有人会袭击白金船 地点位置甚至具体时间我都知道 罗斯很有把握 不知道这个消息能不能证明我的价值呢 至于其他劲爆的消息 他目前还无可奉告 情报这东西是能随便说的吗 皇帝觉得他还算聪明 让秘书记下详细信息 如果当真发生了袭击事件 他就承认皇后不是吃白饭的人 但如果让他白跑一趟 后果很严重 夫妻第一次达成了共识 这把四夫人爱丽莎气死了 那个女人居然是金发 胎敢和皇帝做交易 她有一种被戏耍的耻辱感 一定要找皇后算账才行 而罗斯也正想找她 本来想在白金船事件之前 苟只不惹是生非的 怎料娘家人寄来的信 还没到她手里就被撕成炸了 虽然她也打算这么做了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 嫌疑最大的就是那个爱丽莎 心 什么时候能见到四夫人 只见心拿出一份邀请函 简公爵家周末举报生日会 规模庞大 情妇们都会去 罗斯接过邀请函一看 这种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请通知四夫人 我也去参加 她倒要看看一个小次 能翻出什么花来 心情也变得不爽 想着去温室赏赏花散散心 却遇到一个清冷的小姐姐 一看就是很好欺负的类型 问了才知道原来是皇帝的三夫人 可能是受欺负了才一个人待在这里 但罗斯还是提醒自己要小心 前世被弄瞎眼 都不知道她有没有参与其中 或许可以在三夫人口中 打探一些其他人的消息 她邀请三夫人一起下午茶 原来在六位夫人中 四夫人不是最厉害的 而是第六夫人 之前最有可能当正妃的就是她 皇帝对每个人都差不多 对她却特别对待 因为她可以帮皇帝处理很多小麻烦 四夫人也听她的 可目前她却还没有任何动作 这让罗斯很不安 不过三夫人是个例外 她一直都是被欺负的对象 也没那个胆子 其实我不应该住在这城里 这句话让罗斯似曾相识 原来是你啊 皇后拥有一头乌黑的纯金发 象征着魔力最强之人 却总有些小四小五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在暗地里使绊子 还撒泼划破了她的脸 不过在众多的情妇中 三夫人是个例外 是罗斯昏暗时光里遇见的小幸运 前世在夏里克监狱里历经十年 情妇们对她百般羞辱 但有一个人 竟哭着说要为情妇们谢罪 用魔法为罗斯祈祷 希望她能早日获得救赎 还带来红酒香减轻她的疼痛 只不过被罗斯打翻了 因为她以为里面肯定有毒药 可当时她舔了一口 撒在地上的酒水 事实证明并没毒 她眼睛被刺瞎 只记得那个温柔胆怯的声音 当遇见三夫人的时候 她总有一种熟悉感 其实我不该居住在这座城里 和监狱里那个人 一模一样的声音和语气 原来是你 罗斯想邀请她来自己的茶话会 但在那之前 她先去处理那些爱眼的家伙 公爵生日会上 皇后的金发成了热门话题 他们也知道发色越接近金色银色 魔力就越强大的常识 但他们更想看皇后 和情妇们撕逼的场面 在一阵嘈杂声中 罗斯身穿一袭蕾丝紫色礼服 好美 不愧是正妃 各种赞扬不绝于耳 但有人不乐意了 爱丽莎已经迫不及待想出风筒 你把我们都骗了 为了把情妇们比下去 您还真是用心了呢 暗指皇后和情妇没什么两样 没想到罗斯不上钩 还娇羞地感谢了她的夸赞 周围议论纷纷 让她很没面子 这是旁边的两个情妇 小声地商量着什么 下一秒 一只蹄子就故意伸了伸 罗斯就这样窜了出去 差点就摔了个狗吃屎 看着两张得意的嘴脸 上次茶话会时 他们也在场 罗斯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嘴角勾起似笑非笑 一看就知道 那两个小绿茶要搭饼 公爵夫妇恰好在这时出现 罗斯立马仰起了笑脸 强行开启社交 不断有仰慕皇后的人前来寒暄 都对她的头发赞美不已 因为一个头发受到关注 有什么好神气的 刚才绊脚的情妇 在这里算得不行 坏笑着和旁边的人 又想对皇后做点什么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罗斯捂着小嘴笑盈盈 我想来和你们亲切地聊聊天 随即目光一转 绊脚的小情妇 传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在其余俩人惊恐的目光下 室内只被高跟鞋 踩得红肿的梯子 隐隐约约地冒着番茄汁 嘴巴也被撕撕捂住 高跟鞋还在脚上不断地摩擦 那酸爽简直了 你在干什么 废话把爱丽莎的废管子都戳破了 拿起手中的酒杯就扔了过去 光当一声 玻璃碎片从罗斯脸颊划过 小跟班们慌了 但爱丽莎还在不停叫嚣 看来不致是不行了 罗斯拿起桌上的餐刀 小跟班们都劝爱丽莎赶紧跑路 无奈她单手插腰根本不信息 陛下最宠爱她 要是敢动我一根寒毛 咔嚓一声 礼服被一刀改成了身命 面对皇后得逞的挑衅 丢尽脸面的她是置乱不起来的 这个场面多熟悉啊 不就是罗斯上一世被欺辱的情景吗 只不过 这次轮到你了 小绿茶们想给皇后一点颜色 不料实力不行三个都不敌一个 被踩脚的踩脚 被撕衣服的撕衣服 三百万的礼服就这样开堂破斗 情妇还想收拾皇后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周围不断传来各种讥笑谩骂 小情妇们只好灰溜溜地跑掉 而在罗斯主仆身后 一位粉发的靓女坐在那里看好戏 正是皇帝的老六 看着表情不知道又憋着什么坏 不过现在还没她的戏份 咱们直接将镜头给到皇帝 皇帝这时进出现在公爵府外 听手下说皇后 今天要去参加公爵的生日会 她满脑子都是 罗斯一系红裙的样子 因为好奇那女人会做什么 所以她屁颠屁颠地追来了 还没进门就看到狼狈的小刺 两个小跟班听皇帝追问爱丽莎 虽然很害怕 还是争着强调规划 毕竟他们一年到头 也见不到皇帝一次 谁允许你们跟我说话的 皇帝阴沉着脸 让人无法靠近 这时手下将打听来的情报告诉了她 事情的真相让她大为震惊 自己最宠爱的情妇 被当众划破了衣服 她觉得丢脸冲着大门 想一走两只 好像想到了什么 嘴角意外改变了主意 转身快速朝人群走去 她见过无数女人 情妇们给点厉害就怕得不行 都不用她亲自动手 可那个女人被欺负时的眼神 和自己谈交易是精灵的样子 甚至被她的情妇划破了脸 还那么担心 这女人一定不正常 不知道见到我 她会是什么反应 皇帝有了一丢血期待 这样想着 终于在人群中看到女人的身影 看她悠闲的样子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罗斯一抬眼就看到皇帝 她有些惊讶 没听说您要来啊 嬉皮笑脸让皇帝不要太担心她 这里的人都很照顾 皇帝面无表情 爱丽莎的礼服被私事你干了吧 罗斯文言耻笑一声 原来是找我心事问罪的呀 皇帝被她无所谓的态度惹毛了 区区一个皇后 竟敢对皇帝的情妇动手 她之所以这样生气 是因为爱丽莎所在的伯爵家族 占领了帝国七层贸易链 是皇帝打通和邻国商业来往的关键 如果因为此事中断了来往 你负得起责任吗 罗斯看着皇帝凶巴巴的样子 垂着头说着对不起 可现在不用了呀 她仰起笑脸拍着胸口 因为有我在您身边了 就在俩人火花四溢时 公爵夫人带着医生手忙脚乱的打 想要帮皇后处理伤口 却不想皇帝一把将药相打翻 当它不存在是吗 她认为皇后现在还没有任何价值 罗斯轻笑一声也不急着等我 您不久后就会承认 她炙热的眼神邪魅的嘴角 勾得皇帝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底 是心动的感觉 然而这还没完 只见罗斯伸手摸在脸上的伤口 拇指上沾染了一抹酒 下一刻就印在了皇帝的唇瓣上 陛下宁只需等待时机 皇帝此刻三魂被勾了俩 哪还听得进去 她现在整个人都已经娃娃 有仇必报的封批姐姐 竟有收集破烂娃娃的癖号 都已经坏得不成样子了 还是舍不得扔掉 你以为姐姐是有磕哨女心吗 她是要自己时刻保持亲戚 记得妹妹小时候总爱无理取梦 因为喜欢兔子 所以小熊就被开堂破堵 但却是女主罗斯最喜欢的玩偶 她一定要亲手毁掉自己所谓的家人 可现在她不得不先苟一段时间 因为把小撕衣服撕烂的事情 皇帝现在心气很不顺 本来罗斯还想收拾收拾两三个情妇 虽然皇帝让医生治好了她的伤 不过目前来看还是先安静一阵子为好 根据新的打探 爱丽莎回来后就窝在房间没出来过 甚至连最喜欢的茶话会也不办 就这么倒下还真没意思 比起爱丽莎最重要的是先哄好皇帝 前世十多年的记忆是罗斯最好的武器 即使当时是被利用 但她作为第一网女熟知大陆情报 作为俘虏回国后 多亏了心才掌握了大概 如果没有心她可能会死得不明不白吧 她知道夏里特帝国许多未来的情报 这个国家因为皇帝的残暴而文明 情妇就像精致的娃娃 因为有利用价值才会留在身边 爱丽莎就是皇帝打通尤莱因帝国贸易的桥梁 可在皇帝示好之前 尤莱因国王就遭遇袭击而亡 当时成了个大报纸的头条 想到这里罗斯微微勾起了嘴角 只要利用好这一点 说不定她就能比爱丽莎更有用 而皇帝这边有些心不在焉 一向只看价值的人 现在脑子里竟都是她的正妃 那个勾人的眼神 有点怠感的迷惑行为 她好像陷进去了 好想离女人再近一点 可皇后却打申请说要外出 正好被她逮着合理的见命机会 看着申请单上外出的地址 是爱丽莎的祖国尤莱因 她盯向皇后 这绝对不是偶然 罗斯全程保持礼貌的微笑 皇帝这一盯让她惊出了一滴冷汗 主要是没想到皇帝会答应见她 你有什么话说吗 看到她坦然的样子 皇帝有些不高兴 还等着皇后为上次的事向她道歉呢 罗斯眯着眼不想答应 预计留宿一夜就回来 说完就想开溜 没想到皇帝也要跟着去 她有些惊讶 怎么不方便吗 皇帝是在必行的神情 看来不同意是不行了 这是旁边没眼力见的手下 提醒皇帝那天有行程 一年前就定好的事情 皇帝冷眼一瞪 什么是行程 我的行程我做主 皇帝这招打得让人措手不及 这人到底是想干嘛 不过这样正好可以接近皇帝 想到这罗斯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这件事也很快传遍了皇宫各个角落 谁也没想到皇帝会和女人外出 这还是破天荒头一词 说不定对皇后是真爱 爱丽莎又是气炸的一天 罗斯也很意外 皇帝不仅只要了一间夫妻房 还非要跟她一起吃饭 一想到要睡一张床 她就有些不知所措 生怕妨碍了自己的计划 皇帝这时却把注意力放在了心的身上 那个男人好像总在你身边 罗斯转头看着心 扑斥一声 你该不会吃错了吧 女人不坏男人不爱 上赶着的罗莉她不要 一把揪起头发 二话不说就扔了出去 但皇帝最近有点反常 她的心好像被皇后偷走了 原以为是一只小菜鸡 没想到整只是你 手撕起她的情绪 那叫一个代感 特别是在她纯淡留下的一模四角 她整个人都没了 厚脸皮的硬要跟着媳妇来出差 今晚就想洞房花竹 可罗斯的心并不在她身上 看着墙上的势中 再看看步步紧逼的皇帝 但只要是她重义的女人 为她生个猴子 价不价值的都无所谓 因为皇后生的孩子 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罗斯有点动摇了 回想上一世皇帝也向她伸出了手 如果当时答应做她的情子 或许就不会体会到蛙眼的痛苦 或许还能抖言残喘地活着 但那些都是过去 现在的她不再是傻白天 手指抹撒着皇帝的小微脸 他们生的孩子一定很强 必把拽住皇帝的衣领 可惜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的价值可不止局限于孩子 道歉我去去就来 罗斯穿上黑色大衣 头戴欧式大黑帽 陛下请名先自己玩会儿 下次换我先主动 只听喀大一声皇后 就这样无情地走了 只留下空虚的皇帝独自寂寞 不禁呵呵苦笑起来 女人竟然没看上她 真是有意思 画面一转 主仆二人已经驾着马车来到郊外 罗斯满怀心事 皇帝富有的男性魅力 她差一点就沦陷了 和前世监狱里的那些痛乡 皇帝的手真的很温暖 那种感觉让人回味无穷 但她不后悔 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皇帝可是注重价值的人 这时星突然停下了马车 前方不远处的小树林 好像有人遭到了抢劫 星赶紧将这件事告诉了主人 事宜该怎么办 就在他纠结是藏起来还是报警 罗斯已经大步向着那个方向走去 此刻马车里被抢劫的人 郑不停的求饶不要钱只要命 但劫匪不讲武德 对准马车里的俩人 举起了四十米的大长刀 背后却突然传来火焰的声音 下一秒他整个人就被火包住 只听见嗷嗷的惨叫 劫匪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又被干掉了几位兄弟 只见罗斯单手操控着火焰 丝毫没费吹灰之力 一直冷剑对准了他 然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罗斯举手投足之间 气质拿捏的死死了 这和战场上相比 根本就是小儿科 不过和这些男人比起来 好像有点小小的 但丝毫不影响魔力输出 张开双臂火力全开 自由自在地释放着魔力 沉浸其中十分享受这个过程 一旁的小星都看待了 解决完麻烦 罗斯来到马车前 前世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抢劫 因为被抢的人是高贵的尤莱茵国王 他一眼就认出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原来是国王陛下呀 但旁边这位绿绿的小姐姐却不是皇妃 国王还嘴硬说认错了人 罗斯直接自爆家门 她是被礼爱的第一王女 之前好几次跟着父亲和国王见面 国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前前后后差别也太大 而且还是响当当的恶命 既然丑事已经被发现 那就杀了她 夫妻结婚三年第一次花竹叶 女人就感到绝望 关键时刻没发挥好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男人却笑开了花 媳妇不仅帮她得到了想要的恭喜 而且长相性格身材都不错 最重要的是内王感觉很不难 女人之间的温度仿佛还留存在手上 一想到这里 有众多情妇却不敬米色的皇帝 心脏突然扑通个不停 她的媳妇厉害倒让人很心动了 就在一天之前 由来因国王和情人遭遇劫匪 被一个魔力强大的黑衣女子救下 她十万分感谢 可女人居然是被爱里有名的恶女 还认出了她 担心自己和情人私会的秘密陷入 她第一反应就是杀人灭口 但女人太厉害她打不过 只好落起了家常 我记得你已经嫁到了夏里特 疑惑女人怎么会在这里 罗斯直接摊牌布装了 要是皇妃知道您和情人的破事 会是什么反应吗 国王很紧张恳求帮她保命 想以被礼爱盟友的身份拉进关系 可怎么办呢 我现在是夏里特的皇妃 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并不好 要不我们马上签约交友吧 国王这下彻底傻眼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在皇帝漫长的等待中 罗斯满心欢喜地回到旅馆房间 没想到皇帝还在等她 你是去优惠了吗 罗斯脱下外套 我只是去散步了而已 啪嗒一声 一张纸递到皇帝的眼前 看到内容她惊讶极了 竟是和由来因帝国互通贸易的河南 还有国王的亲笔签名 她很好奇皇后是怎么做到的 罗斯一脸轻松 我说过了只是碰巧 说话间已经趴在了皇帝的眼前 过程并不重要 她说过心情好时会主动 我现在心情就非常耐思 我们开始吧 娘娘的霸气征服了皇帝 最想要的贸易合同 此刻好像也不是很重要 其实在皇后出门后 她就派人一路尾随 如果女人泄露精力 就立马抓回来 她来亲手了解 可来到现场后看到的 并不是卖国的情景 而是皇后高能开大秒杀劫匪 最后还威胁国王签下了协议 就好像她早就知道 马车会被袭击一样 甚至连国王和情书约会都可能知道 如果这个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几个大男人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皇后太可怕了 画面一转 罗斯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 自从一觉过后 皇帝就变回了平常的冷梦 没有害羞没有变温柔 回来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罗斯失望地叹了口气 难道只是在试探她吗 她当时害怕地手抖了 上一世痛苦的回忆留下了后遗症 一和别人接触就想起往事 身体总是不受控制 罗斯仰靠在沙发颓废极了 心 你会扎头发吗 准备换个发型换个心情 她威胁由莱因国王拿到了协定书 国王还说过谢天会给夏里特发邀请函 如果真的兑现了承诺 那她就无需再向皇帝证明什么 这时窗外传来阵阵嘈杂声 侍女兰说是四夫人爱丽莎 今天一大早就给皇帝遣送回国 这么丢人的事 爱丽莎怎么肯回去 吵闹着要见皇帝 她不相信皇帝这么无情 这就是皇帝的命令 侍卫的回答让她大惊 陛下说不再需要你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即使再不愿意 还是被强行拉上了回国的马车 这一幕给罗斯看呆了 还真是一出好戏呢 姐姐眼睛一米有人要倒霉了 自打小四被皇帝送回娘家 罗斯已经接连好几天都收到特别的礼物 精致的匿名红色盒子里 躺着一只死相怪异的小猫 没人知道凶手是谁 是你们都慌了 奇怪的是 皇后还很淡定的喝着茶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要不做成菜如何 心还有时间开玩笑 她可不喜欢吃这种东西 主仆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 整的是你们更害怕了 皇后的胆子也推大了吧 可哪里有天生胆大的女孩呢 只不过是经历的比别人多了些 前世踩在尸体上在战场厮杀 监狱里与动物尸体作伴 那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 虽然不怕这种无聊的恶作剧 但还是要查清楚 城里的人都知道 他和皇帝过夜的事 在那之后小四就被遣送回国 肯定有不少人认为是他干的吧 可目前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思索之际已经到了早餐时间 罗斯心不在焉 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插起一坨菜就要放进嘴里 敏锐的味觉很快就察觉到了一样 一口吐掉食物 吩咐一旁的侍女 把厨师长和大侍女叫来 几人排排站着心里都很没底 因为皇后今天对他们笑了 大家来尝尝这份沙拉 一定要沾上料汁仔细品尝 几人只得乖乖听话慢慢咀嚼 只有大侍女神情有些古怪 罗斯一眼就瞧出了端倪 好了 大家都把食物吐掉 大家突然在这时纷纷露出了痛苦面具 难道菜里有毒吗 多喝些水很快就能痊愈 罗斯静止来到大侍女面前 你说对不对啊 大侍女 看着大侍女默认的表情 罗斯就知道凶手是谁了 叫他本来只是凑个数 这下可怎么办呢 这表情太熟悉了 大侍女吓得连连后退 嘴里还不断地狡辩这事的失误 也不是她的本意 心里却难问皇后怎么发现有毒的 给她要的人明明说了是剧毒 只要皇后一死她就可以出气了 可现在的结果却是皇后端起了那盘沙拉 一把将她摁在墙上投喂着 没意会的功夫就被抬走了 罗斯唉声叹气 总遇到这种事 想不管都不行 小时候父母总培养她体内的那东西 后来才知道是给弟弟妹妹试毒 罗斯妈撒着茶杯整理思绪 可现在爱丽莎已经走了 她突然想到刚来夏里特使 侍女说过大侍女和六夫人暗中来往 想到这里 罗斯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是那个躲在背后的老六 皇后被下毒这件事 很快就传到了皇帝耳朵里 皇帝立即询问她的状况 却听见她把食物塞到大侍女嘴里的消息 皇帝听得兴起裂开了嘴 不愧是她的女人 随即吩咐找宫廷医师给皇后检查 皇帝不仅懂得为他人着想 还让最高级别的医师去整治 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次 毕旁的俩人满脸不相信 皇帝微微皱眉 需要我说第二遍吗 臭名昭著的恶女 却也有善良亲切的一面 被人下毒谋害 不但不迁怒他人 还给了美人一袋巨管 让王族的医师为仆人们诊治 毕竟他们也吃了被下毒的菜了 软硬兼施才是帝王之道 仆人们对皇后感恩待遇 再也没有惧怕的眼神 都怪那个大侍女 因为她我们才疏远无视皇后 大家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 他们要誓死效忠皇后 逗她开心别和她作对 罗斯很享受这样的感觉 没想到钱这东西还真管用 日落黄昏 却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 是老六亲笔的晚餐邀请函 没想到这家伙自己送上门了 心 你会真现实吧 转头让心帮忙准备一份回忆 身穿一袭粉色长裙前来赴约 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可是自找的 就别怪她不客气 这是一位靓丽的女人走了出来 欧式黑色蕾丝礼服 趁得她格外动人 她就是老六卡米拉 表达了对皇后的谢意 就不想装了 请别客气多吃点 没有毒了 真是可惜了那张好脸 她很同情皇后被人毒害的遭遇 要是死掉了就麻烦了呢 罗斯咧嘴一笑 好在运气不错没有什么大碍 她倒要看看这人能翻出什么花来 没想到自己的忍让 却让对方更加狂妄 提起盟友爱丽莎被赶走的事 她觉得是皇后在背后搞鬼 和她家族作对的人 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因为她出生夏里特侯爵士家 家族的优良传统就是处理没气的人 要是得罪了她的家族 最好看紧自己的家人和在乎的人 卡米拉将小切绿茶的本分 表现得淋漓尽致 像极了某些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人 罗斯淡淡地擦了擦嘴 没想到老六这么无聊 让家人受到损失她求之不得 因为我早就和家人断绝了来往 怎料卡米拉却盯上了站在一旁的心 皇后是看上了她的颜值还是身体呢 这表情人谁看了都想山两巴掌吧 但皇后却不以为然 人家可是有丈夫就足够了 皇帝虽然有六个情婦 可听说没那方面的爱好 难道卡米拉小姐经常和皇帝过夜吗 这个问题差点戳破老六的废管子 是的 她跟了陛下这么久 一次也没有过 罗斯本来还不太确定 看她的反应看来传言不假 这么漂亮的女人不被疼爱 真是让人惋惜 毕竟又不是正妃 你不注意青春就没了 皇后请注意你的言辞 老六被对得无力反驳 没想到皇后还给她带了礼物 看到后却更气了 就连装装样子都艰难 那个盒子太熟悉不过了 她当然清楚里面是什么 不敢相信皇后这么直接 一想到那个东西 她心里就忍不住颤抖 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快打开看看 无法拒绝皇后的盛情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打开一看 居然是只可爱的小老鼠 还是新字牌的 质问皇后什么意思 罗斯打着哈哈字吵起来 最近总是有人给她送猫 可能是自己长得太像了的缘故 随即话风一转 我觉得卡米拉小姐和老鼠很像呢 绿茶们总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老想挑战正式的权威 送走了一个小四 又来了个老六 收到皇后精心准备的迷老鼠 虽然心情快炸了 但礼节不能费 她也要送皇后一瓶红酒 谢谢您能接受我的晚餐邀请 说什么都要敬皇后一杯 不知道又憋什么坏呢 不过这次老六还是很失去 自己先尝了一口一表诚意 毕竟大家都有同一个男人 罗斯虽然感觉不太妙 还是去接了酒杯 怎料老六就是老六 整整一瓶红酒 就这样被她禁数倒在了皇后的头上 这酒给你喝太浪费 滴滴答答答的红色液体 让罗斯很不痛快 老六还在不断挑衅 今天没见到血真是遗憾 丝毫没意识到姐姐的暴提起 正当她转身想走 就被人一把逮住了手 伴随着她惊恐的眼神 一只手直接将她飞向了不远处的喷嚀 噗噗一声水花四溅 老六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罗斯捋了捋头发扬起脑袋 这是我回敬你的 落水的老鼠夫人 老六气得呲牙咧嘴 还别说这表情真有点像迷老鼠 然而还有让她更不爽的 皇帝收到了尤莱茵国王的邀请 只待皇后就出发了 这一切都在罗斯的意料之中 证明自己的价值是迟早的事 只是让她意外的是皇帝居然戴上了她 还知名道姓 不准心跟着一起 皇帝还真是个大扑袍子 俩人很快就来到了尤莱茵王宫 国王带着王妃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前段时间视察的时候 碰巧遇见了罗斯皇妃 通过皇妃真诚地讲解 她才知道夏里克是多么的陷阱 扯起谎话那是心不跳脸不红的 罗斯很满意他的表现 两国顺利地建立了互通往来的关系 但因为两国之前是死队 王宫里的贵族对夏里克有很大的敌意 即使是一国的皇帝 他们也是敢损的 和这种臭虫合作 国王一定是疯了 谁说不是呢 俩人从王宫一路出来 听到的都是各种直直点底 罗斯已经习惯了 罗莱茵一直被夏里克追着 他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毕竟自己经历过 不过皇帝的反应倒是让他意外 高高在上的人也习惯这种了吗 可这时两个男的又拉高了阴调 要是夏里克的人全死了 他们肯定会禁止三天三夜 罗斯低沉着脸 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说他可以 但说他男人就是不行 管对方是公爵还是母爵 直接张手送给男人一个大温暖 男人在火焰中嘶喊惨叫 媳妇的倒脾气把皇帝看得一愣一愣 我理解你 您不必在意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办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情妇们都不是让他忍就是没用的 可皇后却不一样 你是在讨好我吗 罗斯微微一笑 他只是在做妻子该做的事 责任杀得他包了 就当作为前世皇帝 向自己伸出手的回报 刚才遭殃的男人被一桶水解救 罗斯来到男人的身旁看着皇 我要是想逃好你 应该割掉他的舌头烧成灰烬 男人吓得拼了命的求饶 他是喝多了说胡话 企图利用两国签约的关系 换一条生路 皇帝扶着额头哈哈大笑 那声音让人渗得慌 你还无法让我生气 女人仅凭一句话 就让一国之军签下了百年契约 罗斯一夜间成为了传奇 像爱丽莎那种人 连皇后的脚后跟都够不着 自从上次补偿中毒的仆人巨款后 皇后也成了众人心目中的女神 逗开心的逗开心 送温暖的送温暖 最近也没有人在送什么死猫傻的 要不要我去抓几只老鼠送过去 星总是喜欢一本正经的开玩笑 罗斯哪里有这种闲心 这不是正式的风格 而且下个月白金船就要回国 皇帝要他一起同行 他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 做到完美无缺才行 在他风头正盛的同时 老六卡米拉却在房间里拍桌子 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 要去讨好一个拇指大的小伙 拿起一杯红茶 看样子是好累了 皇后在别人的地盘 弄伤对方的公主 这么大的一个错误 皇帝居然不生气 明明应该以交涉最重罚 或者直接杀掉才对 可事实却是对方的公爵 被由来英国王处罚 皇后成了得意的那个人 想到这里他就来起 手中的茶杯也因此壮烈牺牲 难道皇帝真的喜欢皇后吗 那个女人才来夏里克不久 还经常惹是生非 居然那么轻松就和皇帝一起过夜了 而他呢 陪伴皇帝这么多年 还一次都没有过 老六的表情逐渐猙獰 死丫头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但人家又偏偏是皇后 在书桌上一顿翻找 看到文件上的内容后有了主意 那是关于新的背景调查 他是贝里埃帝国一个子绝家的老六 因为家里穷 被家人卖到王宫当庸人 各方面都很优秀能力也很出众 但从来不喜欢社交 因此没有一个朋友 直到四年前才开始做罗斯的随从 卡米拉企图在两人关系上做文章 可调查报告里又没有一点痕迹 他依然不死心 谁会大老远带一个男人嫁过来 还那么年轻那么帅 突然他灵光一现 看着资料表情逐渐疯狂 这肯定是要搞大事情 而皇后之所以带新来到夏里克 是因为他前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们之前都不怎么说话的 本来没对他抱有什么期待 不曾想泡茶技术一流 缝纫技术还十分的赞 关键是不多管闲事 可今天他等了很久 也没看到新回来 皇后大事不好了 侍女突然慌张地跑了进来 新大人受了重伤 被抬到医务室了 罗斯眉头紧锁 不用想都知道是谁干的 而另一边 老六看着脸上沾染的血迹 他此时心里无比的得意 皇后究竟会如何治他呢 请期待下一集 这个绿茶不仅胆大还很毒辣 眼看正是刚不过 竟盯上了人家贴身的男谱 得手的他十分得意 还不知道会承担怎样的后果 这也是新第一次被人打 在别人的印象中 他一直都不会笑 还会给主人甩脸子 很幸运地分配给了 不受宠的第一王女 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 王女对谁都是一副笑哈哈的模样 但命运却惊人地相似 总是不被关心 总是不断地被利用 像桑叶一样被人一点一点吃掉 虽然俩人不怎么说话 也互相联系着彼此 可今天侍女却跑来说新被人打了 罗斯急厚厚地跑到医务室 医生却拦住他最好别看 这是我的侍从 怒吼的同时一把推开医生 就像小丑那样 衣服上到处血迹斑斑 很抱歉皇后陛下 我这就去给您泡茶 即使受了这样的侮辱 她还是一样板着脸 没有痛苦的表情 宫廷医师觉得很抱歉 治愈魔法虽然让伤口愈合 却没办法去除这样深的伤疤 罗斯阴沉着脸 她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六夫人卡米拉 在新拿茶叶的路上叫住了她 还带了两个高大的男人 她本想一点皇后泡茶 作为借口离开 但卡米拉说有信传给皇后 于是星就被拉到了宫殿外的草坪 被两个男人架起来揍了一顿 真是白瞎你这张脸啊 卡米拉不愧是老六 没有执照就给别人整个 嚣张地表示 这是给皇后最后一次的警告 全场寂静地可怕 星可是皇后从祖国带来的 一定对她打击很大 皇后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办 仆人们在心里各种猜测 罗斯叫着星的名字 抚摸着她嘴角的伤口 很帅 其实脸上有了伤疤 你依然帅气 哄着她的脸拨了一口 我喜欢 星没想到自己的主人有这一面 但她也喜欢 谢谢夸奖 俩主仆的操作给众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不开会员能看的吗 罗斯长呼一口气 让星好好休息 那茶怎么办 星还惦记着自己的工作 罗斯朝门外走去 你不用管了 茶水的话 我现在去老六屋里喝 区区一个情妇竟敢贪恋皇帝 谁给你的胆子 老六欺负了皇后的唯一侍从 还悠哉地享受着下午茶 让他意外的是 那个侍从居然不反抗 生怕给主人惹麻烦 在皇后应该很害怕吧 知道惹了不该惹的人了吧 她得意地忘了心 突然侍女跑了进来 外面不断传来吵闹声 罗斯全程高能一路杀了过来 侍女还没来得及禀报 门就被大火掀破 罗斯像幽灵般出现在门口 老六心里嘘得不行 面子上还在嘴硬 怎么可以烧门呢 你敲门的话我就会给你打开啊 听说你是从受伤了 都怪跟了一个愚蠢的主人 才会变成废物 她还不断挑衅 陛下治愈魔力雄厚 可惜不会为一个下人出手 罗斯一步一步靠近 蹬蹬蹬的高跟鞋 听得她渗得慌 警告皇后不要再往前 在众多情妇里 只有她拥有纯正的夏米特穴 陛下也最疼惜她 罗斯眼神满是杀气 如同鬼魅走到老六身前 一把按住她的头 无视老六的警告 老六的头瞬间被火焰包裹 她抱住头疼的嗷嗷脚 但这还不够解气 罗斯又使劲加大了火力 隔着屏幕都觉得疼 用老六对心的方式 原来嘴在这里啊 火焰从嘴里窜出 这时两个男人手忙脚乱赶过来 强烈的熟悉感涌上罗斯心头 上一世就是他们戳瞎自己的眼睛 就算是化成灰也不会忘记 只听轰的一声 两个男人变成了烤火机 老六嘴里冒着恶心 不断地干呕着 罗斯看着她 前世被凌辱经受的一切 原来是你背后指使 双手捧着脸露出跟他们一样的笑脸 哎呦 可真让人瞧不上眼吧 比过街老鼠还脏 他把这些话原封不动还了回去 老六眼里充满了惊恐 这下该轮到你了 罗斯可不想就这么便宜了他 手捧着火焰 心仇旧恨总得做一个了结 老六绝望地哭了 皇帝却在这关键时刻出现 看着一旁两个躺着 还在冒烟的男人 最喜欢的情妇 也被折腾得不像样子 你好大的胆子 你想干什么 他本来工作得好好的 下属却慌慌张张地来说 皇后去找卡米拉了 他就预感不妙 罗斯优雅地整理着头发 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 这只不过是妻子的嫉妒而已 就像皇帝结婚当天说的那样 情妇们的嫉妒很可爱 趁着俩人说话的空挡 老六挪着屁股想要赶紧跑 不想皇后胆子这么大 又一把挡住他 用火焰在他的脸上来回摩擦 他疼得在地上打滚惨叫 区区一个情妇竟敢贪恋陛下 谁给你的胆子 皇帝被胆大的媳妇看傻 可谁叫他就吃这一套呢 捂着嘴哈哈大笑心情大好 不是老六的惨状 静止来到媳妇的面前 你是要夸我可爱吗 皇帝托起罗斯的下巴 这发疯的样子真的太迷人了 不夸你又夸谁呢 区区一介王女 静庭一己之力成功上位 挑衅他的人 算计他的人 一个都没有落得好下场 如果说之前 大家是畏惧皇后的暴脾气 那么现在 是对他真心的折服 老六打伤了他的侍从 他居然亲自动手 连本带利的还了回去 就连皇帝拿他也没办法 这样的主人打着灯笼都难找 侍女们不停的嗜好 很多势力都来信巴基达 其中几家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罗斯的父亲也寄来的慰问信 我亲爱的女儿 这奇怪的称呼真是让人倒胃口 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新来了一位侍女长 在新回来之前 都有她负责皇后的饮食请聚 听着她表忠心 罗斯咧嘴一笑 那就拜托你了 在这座冰冷的皇宫里 有各种为自己利益不择手段的人 唯独她 三夫人萨拉 始终保持着善良 如同她带来的花一样清新脱俗 她是来探望新的 一路过来 她就听说了皇后如何强 新的伤势如何严峻 但当看到的那一瞬 她还是被吓到了 新还是一如往常的淡定 外面发生的一切 皇后陛下还专门跑来说给她听 给那些人的警告 她觉得已经足够多了 萨拉很抱歉 居然让皇后陛下遇到这种糟心的事 遭遇危险留下一辈子的伤疤 她不禁为新的未来担忧 或许新已经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如果允许 像她现在这么丑陋 应该会觉得她爱事 不会再任用吧 怎么会 皇后陛下对我这种小卡拉米 都很亲切 而且还为夏埃里立了几次大功 现在人们都说皇后 是天下最善良的人 听着三夫人说的话 心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 她认识的皇后陛下 不仅有仇必报 脾气还不太好 可她仍然真心尊敬罗斯陛下 她可是看着王女 如何从一个兽气包 靠着自己的力量 逆袭成为万人敬仰的皇后 心小声低语 我想一直留在她的身边 萨拉傻愣住 敲咪咪的问心 你对皇后陛下有意思吗 心眼神闪过一丝悲伤 深深叹了口气 她只不过是个侍从 但她比任何人 话说一半 罗斯就不合时宜的突然出现 她脾气很差 但也爱恨分明 钱是对她好过的人 这一事她要好好偿还 罗斯捧着一束鲜花 想着在花园和三夫人偶遇 却没见到宗女 她心里一阵失落 没想到是来了新的住宿 萨莎慌慌张张 九十度鞠躬乖巧的行了更 她本来还担心皇后 现在见到了本人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她说着就要离开 却被皇后留了下来 医生说新的状态还不错 只是伤疤的问题不好解决 但没关系 就算有疤也抵挡不住新的帅气 所以明天就回来工作吧 皇后的话 让心十分意外 但也只是像平常一样遵命而行 罗斯拿着汤手 来张嘴 心也听话照做 看到她吃饭没什么问题 罗斯放心了许多 像老六卡米拉说的一样 心脸上的伤疤 皇帝转眼间就能治好 可那么傲娇的人 怎会轻易给一个侍从治病 所以她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可能是经历过战场 她倒是很喜欢带伤的男子 更何况还是这么帅的人 但萨莎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夫人 见到这样的伤还是很镇静 好在吃饭没有什么影响 她也跟着安心了不少 看着祖国二人的对话 感觉这气氛越来越不对 她在一旁干大的要死 连忙找了一个话题 那就是明天本性能 会举办为期三天的迎春庆典 虽然没有皇宫里那样富丽堂皇 但也很出名 她建议皇后和新一起去 这可是皇后来夏里克之后的第一个庆典 罗斯有些难为情 因为从小到大 她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庆典 看到心渴望的小眼神 觉得去参加参加也没什么 只是她之前听说过这个庆典 看她这个眼神 就知道会有大事发生 所以她更得去 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有所幸福 萨莎高兴地向着孩子 她主动担任皇后的美食项目 罗斯从前一直被家人利用 忙得都没有机会品尝好吃的东西 三人有说有笑 都很期待明天的庆典之旅 而皇帝这边却遇到一个麻烦 自从卡米拉出世过后 她的公爵父亲 就联合众多贵族寄来看一书 要是不处置皇后 他们就和皇帝断绝来往 助手很担心 皇帝到不着急 只需要再等五天 白金船靠岸之后自有定论 这只不过是妻子的嫉妒罢 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媳妇可爱的样子 可皇后敬畏了一个侍从 和她的情人大打出手 平时在那个侍从面前 还笑得那么开心 皇帝瞬间没了心情 眉头一皱 像是有什么打算 明明是帝国的第一王女 却爹不疼娘不爱 她身上的利用价值 不断被家人掠夺压榨 当初下李特皇妃的位置 本来就没考虑过她 直到听说那个皇帝残暴不仁 才勉强让罗斯代替小女儿嫁过去 前不久国王舔着脸 给她寄去一封信 可都过了一个月 罗斯还是没任何灰心 国王一阵抱怨 亏她还亲自写 殊不知罗斯连看都没看 就将信烧毁殆尽 弟弟和妹妹更是没良心 说不定在那边过得不好 白长了一张好看的脸蛋 却打探不到下李特的消息 我就说她很没用 绿茶妹妹满脸幸灾乐火 姐姐不会被退回来吧 听说上个月有个情妇被退火 如果被退回来 也只能像之前一样被利用 兄妹俩还打赌他们的姐姐 现在一定躲在房间里哭 臭不要脸 我看绿茶妹妹是忘了 当时听到皇帝残暴的一面 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了吧 可惜他们想错了 罗斯现在正和心有说有笑 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了 她要带心一起去 下人们都压麻呆住 新大人的伤口实在太吓人 皇后不仅让她复制 现在竟然还要带她出门 是不是有些不妥 罗斯也觉得这样确实太隐忍重 那就把伤疤遮住 反正她得带心一起去 某人又要吃醋了 她虽然允许媳妇出门 但心里就是很不爽 媳妇一定又会带着那个侍从 一想到俩人在一起的画面 她就气 所以特意安排了几个监视器 罗斯也有些意外 难不成是怕她跑了吗 不过随便吧 既然出来了 当然要吃吃吃喝喝喝了 这位热恋中的小姐 来一串吧 旁边的店主一阵吆喝 罗斯心情大好 心没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看来遮住伤疤是正确的选择 她是我的侍从 我的丈夫工作太忙 接过老板递过来的肉串 地旁的小孩拉着妈妈 吵着也想吃 迎面走过来的两个小姐姐 有说有笑地谈着自己喜欢的东西 罗斯思绪被拉回从前 每次有庆典的时候 她只能关在房间里 看着弟弟妹妹出去玩 父母以保护她为由 塞给了做不完的工作 这一刻她不是那个疯癖姐姐 而是享受游玩的闺中小姐 好不容易来一趟 当然要好好玩了 你们也跟我一起吧 皇帝派来的骑士们都羞红了脸 罗斯嘴角勾起 此时一处僻静的巷子里 几只狗子被人关在笼子中 他们的哀嚎遍布着整个角落 两只恶犬罢皆狂吠 姐姐直接开大乙恶之恶 从来没参加过庆典 罗斯一路走来 品尝了许多从未尝过的东西 作为王女的那段时日 别说庆典了 就连城门都没出过 她吃着酥脆的饼干 果然像萨拉说的一样 搭配红茶最合适不过了 现在能这么随便吃喝 她第一次想感谢自己的母国 把她当作嗜毒的工具 人抱着一只宠物狗 小姐姐这么凌弱 我们这里的看门狗能保护牛 罗斯有些语色 她好像跟柔弱不沾颠吧 看着眼前这几条大型狗的 她还是动了心 万一有人对心下死神 有两只看门狗或许不错 因为他们和人不一样 不会背叛 就在这时麻烦来了 本该关在笼子里的恶绝 竟不知被谁放了出来 还取了嘴套 他们一点都不想回到笼子里 而且这些狗很贵 店主也不舍得杀死 本来是要给贵族当看门群 但由于太凶 就被退了回来 现在打算卖给军队去看守武器 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插曲 听着老板的话 罗斯沉默了 这些被关在笼子里的狗 和当初在监狱里的 他不是一样的吗 他都起嘴角 这兴许是件好事 不顾手下的阻拦 走到老板身旁 他出两倍的价钱 满下这两条口 老板虽然很愿意 但明显现在不是时候 罗斯手掌释放着火焰 他正好有些无聊 对付这种大型狗 只有比他更凶 这都是在战场上积累的经验 看着浓浓的狗 两只恶犬也不甘示弱 露着尖牙试图斧击 罗斯却步步逼近 被火焰包裹了他 像极了一只火凤狂 我只想和你们和睦相处 怎么样 一边示意恶犬坐下 一边表示自己的善意 在他的寻寻善诱下 两只恶犬也腿软乖乖地坐着 丝毫没了刚刚的痕迹 罗斯收回魔法 他很满意 按照约定这两只狗 是我的喽 官装善良的皇后 斗得了恶犬 打得了歹徒 大家都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两三下就解决了 这个头疼的问题 罗斯又带着心继续逛吃逛吃 但现在有个更头疼的事 就是不知道该给萨莎买什么 鲜花还是饼干 而此时一处角落里 一名年轻男子快气死了 那两条狗真没用 才这么一会儿就被抓住 要是多闹他们一下 他就能运更多的炸药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人很多怎么都逃不掉 这样想着就要开始行动 俺又找到了 背后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 正是我们的罗斯女侠 在商业街玩火很危险 歹徒拿着火柴很慌张 在他惊讶不可能有人知道时 罗斯一个扫堂 他手上的火柴就被踢飞 你太帅了 只剩又红又转身 被侍卫扑倒在地 看着眼前的女人 歹徒骂骂咧咧 难道你也支持皇帝吗 夏里特那么高尚 皇帝却娶别国的女人当皇后 什么猪啊骨啊 都放在身边当情人 还高声大喊 贝里埃女人不配当皇后 六夫人公爵家才是正统 罗斯脸色阴沉 看来这个人脑子病得不轻 说出六夫人才是正统 更是愚蠢 娶她过女子皇后 也不止夏里特这样子 况且现代皇帝也是如此 谁不想娶个厉害的老婆帮自己 而她只不过是个人之霸 歹徒还在嚷嚷大叫 她要摧毁皇帝政权 拨中革命的新火种 罗斯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想玩火是吧 我陪你啊 歹徒吓得冷汗直冒 完全没了刚才狗叫的例子 只听见她被火烧得嗷嗷的惨叫 根据上一世贝里埃刊登的报纸 在夏里特春季庆典上 曾发生过火灾 炼击之大受伤人数甚过 而这样做的目的 居然只是因为不满皇帝取太多喜 幸好这次成功阻止惨剧的发生 大家都很疑惑皇后来这种偏僻的巷子干什么 不是说来看热闹的吗 皇帝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 她虽然也很疑惑 但她知道正如手下所说 皇后和那个歹徒没任何关系 因为她不屑于这么低级的行为 听到皇后把歹徒脸给烧伤 皇帝差点笑出了声 手下的人一阵冷汗 吞吞吐吐的说皇后还送来了花 原以为皇帝会生气什么 没想到她居然收下了 目光一瞥 正好看到回去的罗斯 紧接着映入眼帘的 是主仆二人有说有笑的画面 皇帝微微皱眉 心情又不好啊 为了一个毁了容的仆人 皇后不仅给她买了两条狗贴身保护 还和皇帝吵了一家 自从在集市上回来后 罗斯一心都扑在狗狗的训练上 就为了能早点保护心 心却吃错了 这两条狗是我的替代品啊 罗斯没想到她会这样想 不得不说还挺可爱 轻拍着她的肩膀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转过身想要给两条狗狗取个名字 询问着心的意见 心愣了愣 一本正经的脱口而出汪汪和毛毛 简直吐到家了 罗斯一边玩弄着火焰 一边绞尽了脑汁 要不就叫艾力和阿尔滨 或者艾力和妮可拉也行 这是她父亲和弟弟妹妹的名字 转念一想又觉得不行 因为那实在太侮辱狗 正在苦恼时 皇帝却突然要见她 她笑嘻嘻 原以为皇帝要质问及时上的事 怎料皇帝一张口 就让她压麻呆住 皇帝竟想让她开除心 原因是新的伤疤丑陋 不适合再待在一国之母身边 最重要的是 她看着不爽 连一旁的助理都看得出来 皇帝吃错了 只要她肯动一下手指头 那个侍从的伤疤立马就能消失 罗斯当然也不会同意 她大老远把新带来 就是做她的专属式头 何况罪魁祸首是老六 如果不想看白 那就把伤疤藏起来 她竟然把给狗用的嘴套 安在了新的脸上 还说这样和她这个坏女人很般配 如果皇帝实在不想看见 她就让新给自己当宠 反正就是不能开除新 听着她奇葩的言论 皇帝咽了咽口水 但实在憋不住 近两天哈哈大笑起来 真特马太疯狂了 可能是意识到旁人的惊讶 她扯了扯耳朵缓解尴尬 皇后总是这样可爱 让她控制不住的开心 罗斯以退为进的策略 成功地说服了皇帝 只是回去的一路上 都有人议论纷纷 甚至怀疑皇后是不是喜欢刺激 可她只在乎新的感受 皇帝已经答应了给并做一个口罩 再忍忍一段时间就好了 心嘴上淡淡地说谢谢 心里却很感动 皇后刚才竟然为了她距离力争 而罗斯还是每天和狗混在一起 还给他们取了七七和四七的名字 请了训兽师 却都是她在忙 毕竟上一世训练军权的经验摆在那 等训练好了 命令这两条狗去四一老六 也是不错的选择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皇帝会为了心吃醋 虽然脾气怪了点 但笑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眼看着白金船遇袭的时间越来越近 帝国正准备着出航 罗斯并没有把具体位置告诉皇帝 而是让助理向皇帝申请登船 由他来指挥 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皇帝听助理这么一说 觉得他肯定又要玩什么把戏 突然窗外传来吵闹声 狗在前面跑 皇后在后面追 给他累得够呛 皇帝目光一沉 嘴巴一张就下了一道禁止令 禁止在旁边的庭院训狗 随即又指了指窗外 他要让皇后在办公室楼下训狗 助理卓示惊着了 皇帝以前重视窗外风景 连庸人都不让在这经过 可这还没完 皇帝双手抱在胸前脑袋一歪 我也要上船 封批皇帝情妇众多 却从未动性 甚至连宠幸都未曾有过 在他眼里只有皇室和帝国的利益 可最近他竟变得反常 看到皇后和侍从有说有笑会觉得不爽 以前那么重视窗外风景的人 却把吵闹的训狗小组 放在他的眼皮底下 便于自己随时观赏皇后的风采 听说皇后要去接白金船 他转脸也要一起去 还嘴硬说是想看皇后摔得难堪的样子 直到今天 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货船会沉海 皇帝的迷惑行为 让罗斯捉摸不透 就像是在享受着某件事 前几天不让他在庭院训狗 他还以为是自己做了错事 没成想是换到风景优美的地方 而且还是皇帝的办公室底下 很大程度是想监视他 不管是何目的 至少应该感激皇帝能让他训狗 但同时也很不安 眼前这个男人是想除掉他 还是对他有另外的图谋 真是男人心海底真搞不懂 可他是被爱里的人质 应该不会轻易被抹杀 并且他之前还做了几件有价值的事 他指挥着战斗的布局 就让他今天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正午刚过 另一边的白金船就遭到了袭击 本就疲倦的侍卫们手忙脚乱 海盗们欢呼雀跃 在船上一顿搜刮 要赶在船沉没之前将货物洗劫一空 侍卫们从未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 哪里会有对应的策略 毕竟这可是夏里特的白金船 海盗们怎么敢与之作对 吓得抱头四处逃窜 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五花大绑 他们想的没有错 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卡普里帝国 只要白金船一沉 夏里特的财政就会出现危机 变得不再强大 就算是夏里特皇帝也无力回天 到那时卡普里帝国 将会是大陆第一大国 就在他们得意时 一声轰隆隆的响声传入耳中 一条巨型战舰出现在不远处 卡普里军官傻眼了 因为他看清了船上的人 竟是夏里特皇帝 皇帝也看清了闯入白金船上的他 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看向皇后的背影 这女人到底为什么知道 还恰到好处抓了个正宝 前世悲惨的经历 却成了他今生最大的武器 用白金船遇袭的消息 换得一个立足之地 原本皇帝还觉得荒唐 如今看到他的商船 被海盗和卡普里军官霸占 又不得不幸 为保船上价值连城的货物 众人士进退两难 连皇帝一时间也很难抉择 关键时刻 只见罗斯一声令下 战舰尽巧妙使进海盗船一侧 要知道在海面判断位置有多难 皇后却能如此精准 她笑得自信又强大 皇帝一行人大眼瞪小眼看淡了 海盗们一世慌了神 架起大炮发起反击 夏里特战士深情反击 遭到皇帝的拒绝 绝对不能让白金船受损 罗斯神情淡定 扔掉黑色长袍 这个动作自信又帅气 皇帝陛下 请用你的双眼 记住接下来的每一瞬间 皇帝又被霸气的媳妇迷住了 还没等他说一句话 罗斯便独自撑小船而去 皇帝身旁的战士不禁为之担心 这样孤身一人实在太危险 没事 死了就死了 还省得人海里麻烦 听到皇帝的话 心的眼里一出一丝冷意 为皇后觉得不止 只有助理了解自家陛下 皇后的情报完全正确 陛下不可能杀了他 况且当初之所以娶他 就是为了应对将来被李哀的侵略 现在要是杀了反而更麻烦 但让小助理疑惑的是 陛下明明嘴上那么冷漠 脸上为何一脸享受的样子 一眨眼的功夫 罗斯便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白金船上 眼前的这些小虾米 和前世他和夏里特的战斗 只能称作迎头鼠背 皇帝在另一头注视着 他会如皇后所愿 每一个瞬间都用他的双眼记住 一缕一缕的火焰 萦绕在罗斯全身 任他随心所谓 海盗们吓得四处逃窜 觉得这女人疯了 竟不惜放火毁掉整条船 但海盗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担心 是那么的多余 这些火焰像是长了眼睛 禁止攻击他们 不仅是被绑的夏里特船夫 就连船板都丝毫未少 听着海盗们凄惨的哀嚎 罗斯慢步向前走去 所到之处 火焰尽数熄灭 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 是作为皇帝前世 向他伸出手的威 也是他证明价值的高光时刻 而这些蠢货们 就是他成功的媒介 姐姐越封魔 皇帝就越上头 虽然嘴上不饶人 心里却总惦解 看着独自战斗起美丽的女人 他眼睛都不敢眨 生怕错过任何诱人的瞬间 海盗们却吓破了他 这女人的火焰很远 只追着他们的屁股上 而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多 罗斯也感受到魔力越来越强 上一试 他还以为是心情在作祟 现在他可以肯定 那不是错觉 魔力释放火力全开 该是他展示的时候了 海盗们见状转身就逃 哪里还管得了船上的货物 可卡普利军官就倒霉了 一心惦记着那些身外之物 结果被罗斯一刀从身后穿过 就这样领了合法 罗斯眼神多了几分狠劲 手上的火力也更加强盛 白金船被他三两下就夺了回来 幸好护物没被抢走 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坚持 他转头看着船夫们回忆了一下 让他们掉头开向军舰靠 船夫们刚才还害怕的颤抬 线下去是感动的泛起了泪化 罗斯随即笑容逐渐变冷 那些人可不能就这样放过 纵身一跃跳向小船 拉起海盗船上的绳子 等和自己人拉开距离 他就释放火焰准备烧船 但很快他就发现不对 海盗们竟架起大炮 看样子是想攻击白金船 这简直就是找死 他顺着绳子向上攀爬 区区几个小家米他会怕吗 只可惜这次没这么顺利 很快就被两名海盗发现 这简直就是个风雨人 有些人拿起石头 有些人端起了枪 噼里啪啦向他打去 还打中了 罗斯微微皱眉 但他不会放弃 也绝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想起前世惨痛的代价 今生和皇帝的誓约 为了复仇他怎能不拼命 可此时正上方 海盗头子正举枪对准 他心一横眼中杀气腾腾 海盗船上有许多火药 他张手加大火力 船只瞬间被火焰包裹 闭眨眼 整条海盗船就消失在爆炸声中 皇帝目睹了经过 不敢置信的眼神中带着急气 眼看罗斯被巨浪弹了出来 整个人仿佛像只小鸟飘在半空 享受着从未有过的自由 封批皇后仅凭一己之力 就炸毁了整艘海盗船 却也身受重伤 被气浪冲飞了出去 幸好他游泳技术还不赖 才没有沉入海底 如果没有中枪 罗斯也不至于利用火药 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不过他很幸运 海盗船虽然沉了 但这次袭击事件元凶的躯体 还在白金船上 凭借这件事 他的价值就会得到证明 此时他以精疲力尽 过去的记忆在脑海里翻涌 父母一直说他是帝国的骄傲 许多繁杂的工作都交给他 弟弟妹妹也把他当好姐姐 因为他有求必应 但这些都是假象 他们就像吸血虫 不仅吸他的血 就连最后一点价值也要榨干 所以这一世 无论如何他都要让家人 常常背叛的滋味 当他掉进海里的那一瞬 大家手忙脚乱前去救援 皇帝呆愣在原地 他刚刚还说死了无所谓的 可现在却傻了 眼看着罗斯被侍卫抬上船 脸色惨白呼吸微弱 众人在惊讶他没被烧伤的同时 又慌得不知怎么办 心小心翼翼探出头 他不敢上前 一直在流血 再多去拿点纱布 快点怎么办 听着治愈神官慌乱的催促 要是罗斯有个三长两短 他恐怕不能接受 可连治愈魔法都不起作用 这时一只手推开了侍卫 他没好气地刚想发火 却发现那人竟是皇帝 看着为他拼命的女人 想起低夜时的触感 他心里奇迹般的难受 这个女人总是挡在他前面 教训那些侮辱他的人 想到这些他加大了步子 打破了从不给人治疗的规矩 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承认 我是您最有用的女人 皇帝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似乎在说罗斯做到了 治疗结束 刚刚受伤的地方没了任何痕迹 罗斯也慢慢清醒过来 眼前的人让他一脸懵 众人都十分讶异 皇帝居然给人治疗了 真是破天荒头一次 这是什么情况 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封批皇后仅凭一己之力 挽回了帝国巨大损失 却也身受重伤 从不为别人治疗的皇帝 竟破天荒头一次出了手 可从昨天到现在 罗斯都没有见过皇帝一面 他捂着脸懊恼急了 怪自己小看了AK的力量 应该直接一把火烧掉 而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厉害 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 房门这时被敲响 竟是皇帝身边的小助理 代替皇帝来问安 走时正好被三夫人萨拉遇见 他知道这些人是来干嘛的 但是四个人未免太夸张 怎料刚进屋他就被惊艳到 满屋的花堵 还有观顺的小狗狗 皇帝陛下对皇后是真爱呢 他为皇后感到开心 罗斯却忧心忡忡 他半世出现纰漏 本以为皇帝会责罚来着 没成想送来这么多花 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他为自己疗伤吧 所以才送花来封他的嘴 提醒自己别抱太大希望 但有一件事他不知道 今天是老六卡米拉回家的日子 刚说到这里 老六就恶狠狠地冲了进来 脸上绑着纱布只有一只眼睛 完全没有公爵小姐高贵的木头 他为陛下做了那么多 都不曾被宠信一次 这个女人却轻而易举得到 如今更是让陛下亲自疗伤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老六已然穷途末路 但他背后还有公爵服 信誓旦旦不会让皇后好握 他逞能的样子连狗都看不下去了 对着他就汪汪叫 但没人管这两条狗 反而要把他拖出去 临走前还命令侍卫处理狗崽子 可留下的只有他的惨叫声 罗斯这才知道自己错怪了皇帝 相比萨拉的惊慌 他全程冷眼相看没有表情 直到眼前变得清净 他才勾起了嘴角 再见了 卡米拉克鲁金斯基前六夫人 而白金传遇袭事件一发生 卡托里王国就来信贝里埃 请求罗斯父亲帮忙隐瞒 但在铁样的证据面前 他根本没有办法 只能赶紧给夏里克皇帝写信撇清关系 就是文采不行半天没有思绪 一旁的儿子还在向母亲抱怨 卡托里王国的公主有多漂亮 可惜以后都见不到了 扎爹脑子一疼乱 想让儿子帮自己 儿子却让别人带血 把他气得砸桌子 早知道就不应该让罗斯堵蛋 正愁眉不展 女儿又笑眯眯地进来 提议让姐姐做替罪羊 这家人的嘴脸真是绝了 说完就拉着哥哥的手 炫耀自己新买的裙子 晚上要穿着去参加宴会吗 两兄妹在旁边说的那叫一个开心 扎爹实在忍不了了 你们都给我管 该 当初口出狂言的女分 如今真的证明了自己 白金传如他所说真实遭到了袭击 他还亲身涉嫌挽回了损失 薄秦皇帝不仅天天送花 连最有价值的情妇都遣送回家 而这个局段 也让克鲁和罗夫两大公爵联合 有了产出皇后的决心 好在老六这个蠢子 在临走时提起了罗夫公爵 罗斯前世在新的嘴里听到过这个人 记得妮可拉在信里提到过 罗夫公爵邀请他参加了晚会 晚会上却发生了一件弃人的事 罗斯正整理着两大家族的资料 罗夫公爵的邀请函就已经送来 时间比起前世不仅提前了 就连晚会也变成了大型假面舞婚 这样的变化和老六脱不了关系 罗斯翻开此人的个人资料 他必须好好了解 巴扎罗夫这个人在贵族中是特别的存在 既懂得经营又是医学界的态度 还是一位宫廷医师 虽然厉害但都是些无用的信息 不知过了多久 罗斯终于眼中一亮 似乎是有了很好的收获 看来又该他出马收拾了 不过皇帝倒是让他很意外 不仅没惩罚他 还邀请他共进晚餐 每天不断的鲜花 比平时豪华千万倍的菜肴 应该是想收买自己 替他保密用过治愈魔法的 除了这个理由 罗斯实在想不到别的 而作为袭击白金船的代价 卡普里帝国虽然死不承认 但最后还是赔偿了巨额财产 并且割让了三分之一的领土 罗斯的功劳最大 说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皇帝仍然心存疑惑 罗斯顿时有些无语 可还是得糊弄过去 在他还是王女时 卡普里军官曾请求过贝里埃暗中帮助 这话谁听了 都觉得他也是袭击白金船的同伙 然而并不是 他只是知道这件事 至于贝里埃帮没帮我 他就不得而知了 这显然是假话 但就算帮助过也找不到证据 如果皇帝想裁决他也没意见 因为我现在是夏里特人 当然作为贝里埃的前核心人物 不能说没有情报 但作为陛下的妻子 我愿意与您共享 这么精明又厉害的王女 贝里埃的人居然会放弃他 皇帝十分不及 被世人称为蝙蝠王女 被外人说成祸乱政局的凶手 就连家人都把他是作家畜 这个女人却为了家人染发 隐藏自己庞大的魔力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是必要恶 所谓必要恶 就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 随时会成为被抛弃的替罪羊 到这把年纪了才看清真相 说到这里罗斯有些不好意思 他绝对绝对饶不了那些人 因为魔力强大所以被利用 这让皇帝感同身受 正是因为那段魔鬼般的训练 他才从来不出手救人 可罗斯受伤时 他却出于身体本能使用了治愈魔法 或许是他们堕落时的样子很像吧 他决定奖赏罗斯 想要什么都可以 他倒要看看这个女人的野心有多大 事宜做成还是让所有情妇回家 又或者是想当皇帝 听到皇帝要奖励自己 罗斯刚开始还有些惊讶 但宝石城池被利埃都太平凡 他想要的是天下 一个只属于他们二人的世界 他会无条件支持皇帝 为他扫除所有脏的东西 我的火焰只为你一人绽放 也是整个大陆独一无二的皇后 她是大陆最强魔法师 却甘愿做皇帝背后的女人 要为皇帝扫尽一切肮脏 什么宝石城池都太平凡 作用天下才是硬道理 所以皇帝您得承认 在夏里克乃至整个大陆 我是您独一无二的皇后 皇帝皱了皱眉 但皇后既可爱又迷人 她忍不住发出魔性笑声 举杯表示赞同 她也正有此意义 从这天起 罗斯不再是被利埃送来的人质 而是夏里克真正的皇后 在接受卡布里赔偿金会议时 皇帝还只带了她 在人前表现的那叫一个亲密 这成了皇宫很长时间的大任务 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是皇宫里的风云人物 而巴扎罗夫公爵的假面武器 将会在今晚举行 虽然知道皇后能平安归来 但皇帝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这人和老六家的关系匪浅 要不是得处理卡布里的案子 他就跟着一起去了 所以就得选一个男伴 难道你打算让那只宠物狗去吗 皇帝看着处在旁边的心 那股醋就又生了上眼 听见皇后要心和部位都在外面了 他心情才好了许多 还让皇后多带点护露 想带多少就带多少 这实力宠妻让众人为之震惊 当然也成了舞会上的热点 罗斯网人群中那么一站 所有人都在议论都在羡慕 这氛围让他感觉还不错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人 鞠躬拜见了帝国之花 这人正是巴扎罗夫公爵 虽然表现得很恭敬的样子 面具下却是狡诈之色 而正是这个素未磨面的男人 让罗斯上一世栽了个大根头 根据辛索说 夏里特东部村落 遭到了贝里埃军队袭击 那支军队正是罗斯王女所带 可那天他明明在西部 而且村里的所有人都消失了 就是这个男人出面作证 说是罗斯王女所带 罗斯手上喝罗夫碰杯 他倒要看看这次又要搞什么 喝了一口手中的香槟 便摇摇晃晃栽在了罗夫的环影 这杯酒明显是劣质酒啊 皇后 您似乎不胜酒力 这人一看就满肚子的坏水 罗夫抱着皇后 以休息的名义推开了一扇门 顺着楼梯 来到一处地下密室 这里还关押了其他人 将皇后放在椅子上后 一脸的得意 因为皇后今晚肯定是醒不过来 她本应该快点回到宴会厅 但一来到这里 看到静静躺在一边的男子 她就抑制不住兴奋 就想把贝里埃人慢慢解放 正当她要动手时 身后传来的女人的声音 她惊慌地转过身 只见罗斯手里盛开一团火焰 谢谢你邀请我参加真正的舞会 看似风度翩翩的公爵 实则是个丧心病狂的变态 不仅当众给皇后喝了加佐料的酒 还喜欢拿活人做实验 只是她不知道的事 女主罗斯其实百毒不清 这多亏了她为家人试毒的那几年 假装中毒只为寻求真相 没想到真相却如此才能 记得前世妮可拉腾给母国写过一封信 她受邀参加罗夫公爵的晚会 可晚会结束 贴身的侍女和骑士相继失踪 最终只能孤身回宫 请求父亲再送去一名侍女 罗斯当时还以为是侍女自己逃了 现在看来是被人抓走 再联想到失踪的村民 以及巴扎罗夫对自己的诬陷 都是和贝里埃有关 而且他看过这人最近的研究论文 正是解剖方面的信息 标题还是魔力和人体的相互关系 而贝里埃人天生拥有魔力 解剖完后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启 竟连自己领地的人都不放过 罗斯舔了舔嘴角 这毒的味道还不错 只了只躺在板板上的男人 他好像死了 是你干的吗 罗夫公爵吓出一滴冷汗 但还是在强颜欢笑 让皇后放心 板板上的人是他个人引进的实验宝 眼睛撇向关在监牢的那些人 都是克鲁家族送他的活体实验 他当然不能说 闭口咬定是死刑犯而已 被关的男人们一听就急了 明明是被克鲁家族倒来的 罗斯眼神闪过一丝寒光 笑着表示自己可不管内心 但你却想拿我做实验 罗夫公爵一笑置之 他只是想和皇后深入探讨罢 毕竟是被皇帝承认的唯一女性 这样拙劣的借口 罗斯一眼就看穿 带着火焰起身走来 一切都结束了 无论是你还是实验甚至计划 罗夫气得咬牙切齿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贝里哀人 为此他倍胆可惜 丝毫没注意铁栅栏 已经被罗斯烧得通红 看到越来越大的火势 他想要阻止却不能前进一步 罗斯只是那么轻轻一拉 劳门就破了一个大口 看到皇后强大的魔女 他吓傻了 这女人简直超乎他的想象 说吧 是谁派你来害我 面对罗斯的质问 他扯着嘴角咽了咽口水 虽然老实交代了背后的克鲁家 但他也不准备善把干净 这里的门都被锁死 而且足足有三十米那么厚 既然毒没起作用 他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是无用 只见他推倒柜子上的药水 拿出唯一的那把药水 一脚踩的粉碎 大家一起死算了 并交公爵遇上风批皇后 明知打不过金望想同归于尽 但他的算盘终究会落空 罗斯不仅百毒不清 魔力火焰还能锁定攻击 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张开手掌对准罗夫加大了火势 眼看着那人快被大火吞噬 不但没有丝毫悔过之意 甚至还发出阵阵圣人的笑声 而这样的人杂 居然是夏里克医学界的核心人物 如果现在就把他嘎掉 不只是夏里克的一大损失 医学界也势必会停滞不前 罗斯虽然很不甘 但还是忍住怒火收回了魔力 希望罗夫公爵能给他一个交代 话刚说完罗夫就摇摇晃晃晃晕了过去 罗斯无视躺在地上冒烟的人 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是时候出去了 这样的结果其实还不错 至少自己平安无事 可如果医学界出现动荡 百姓们也将会被波及 毕竟这里是夏里克 他绝不能擅自做主 就在他正往宴会厅上走时 心也准备带侍卫冲进去 因为皇后说过 如果约定的时间还没出来 就带人进去搜查 可两个侍卫喊了一圈 也没看到皇后的踪影 正好这是三个脏兮兮的男人 慌张地从一扇门跑了出来 说是被罗夫和克鲁斯两位公爵保安 有一名金发女子放火救了他们 侍卫们刚要跑进去救人 罗斯就已经毫发无损地出现 立马下令把罗夫公爵带走 罪名是企图杀害皇后未遂 还让他们封住出口 万一这里有罗夫的同伙也不一定 只是行动时要绅士一点 他还想享受一下没有主办人的宴会 他带着笑的脸上 丝毫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惊恐 忽然有一男的想邀请他跳舞 还夸赞他的金发好看得很 虽然表面他礼貌地拒绝 心里还是很不安 想着还是赶紧离开 这时接二连三的来人想与他共 抛开是不是罗夫同党的手 像这种宴会他还是第一次参加 难免会很多习惯 所以他抬手一一回绝 却不想被人一把抓住 罗斯阴沉着眸子看过去 可当看到那人失静懵了 只因一头飘逸的金发 他成为了宴会上的香伯伯 男人们都想邀请他共舞一曲 怎料又惹得某人打翻了醋坛子 皇帝明明前脚还说没有空 后脚就偷偷摸摸跟过来 却只看到了皇后的护卫队 在宴会厅里找了一大圈 始终还是没有见到皇后的资议 突然听到一旁的两个贵妇 议论着罗夫公爵和皇后 正当他感到不妙时 保护皇后的几个侍卫就冲进宴会厅 顿时引起了一阵阵喧哗声 直到惺惺念念的皇后出现 他躲在墙角偷听了个大改 看情况皇后是又惹事了 虽然宴会被搞得乱糟糟 但男人们的注意力却在罗斯身上 一声声赞美不绝于耳 皇帝一副抑郁的小表情 心里别提有多不爽 看到别的男人竟想邀请自己的女人 他气得眉头紧皱咬牙切齿 立马跨着大步走上前 一把就抓住了皇后 看到对方惊讶的模样 他瞬间有些无语 但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 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毕竟能出动侍卫就一定不是小事 罗斯刚才还不明白皇帝的目的 不过现在看来 您是在担心我吗 他撩着头发微微一笑 将罗夫公爵在地下室做实验 以及想解剖他的罪行 像没事人一样都说给皇帝听 而此时罗夫公爵也被人抬了出来 皇帝看了瞬间愣了愣 想知道皇后是怎么查到的真心 我无所不知 听到皇后这样的答案 他眼神顿时沉了下来 只是没想到皇后竟将这一切 都说成是他的功劳 因为民众的好感意味着忠诚 对一个君主统治百姓来说 是非常好的助力 说到这里罗斯想起前世断头台 百姓们对他喊打喊杀的场景 如果那时自己没傻乎乎被家人利用 或许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 他闭着眼睛心情复杂 皇帝看在眼里碰在心里 一把拉过他的手 就这样凑了上去 这瞬间红茶突然觉得皇帝不由了 蜻蜓点水的一吻满满的真心 罗斯愣在原地还没搞清壮谋 皇帝又轻轻抚上他的脸颊 我只要你平安 其他什么统治百姓的权力 他都不在乎 听见这样的话 罗斯更懵了 这还是那个不敬米色的皇帝吗 他魔力强大能拯救万人 却被家人利用无力反击 唯一能保护自己的只有王族 直到遇到贝里埃王女 同样拥有强大的实力 也有同样被家人利用的遭遇 但不同的是 罗斯王女的火焰能扫尽一切肮脏 而他除了能救人之外 一个人也打不死 你同我一起堕落 我帮你实现一切愿望 他向王女发出了邀请 却遭无情拒绝 当他得知有人背着自己 弯掉了王女的双眼 他再次来到地牢伸出了手 倾诉了自己的真心 其实什么贝里埃的情报 他一点都不在乎 罗斯的妹妹除了矫情啥也不会 他也看不上 他想要的既不是贝里埃 也不是罗斯 而是能干净力所烧掉敌人的火焰 他那时就像一道光 照进了罗斯血迹斑斑的内心 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没有背叛也没有利用 但他依旧选择了离开 回头望去 只有那个孤独的背影映在了脑中 所以这一时他主动来到皇帝的身边 除了为自己复仇以外 还想帮这个男人夺得一切 可他从没想过会得到皇帝的真心 刚刚的那一吻 确实让他意外到满脸蒙 可我们没关系 这时宴会听一阵闹哄哄的声音 打断了暧昧的气风 罗斯血眼向后撇去 两个贵族吵着闹着要出去 皇帝叫着他准备离开 说着和刚才那两人一模一样的话 可我们没关系 只不过特意加重了我们俩的字 就在罗斯呆愣着无语时 皇帝又转身向他伸出了手 来 手给我 他明显还没反应过来 听到皇帝温柔的催促声之后 他不禁吃笑一声 一边伸出了手 一边淡淡地说的是 从上一世的拒绝 再到这一世的携手并进 这个男人的温柔只给他一人 而这一次 他的眼里似乎也有了他 他魔力无敌有勇又有魔 不仅一人挑翻对手的地下窝 还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帝国最有实力的两大公爵家族 一夜之间纷纷下马被抓 其中也包括你们最关心的老鹿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头头 如罗斯所愿 皇帝成了最后的赢家 但没想到他是个爱情白痴 人家昨天都主动割上去 我只要你平安 还说了这样肉麻的话 他居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就在他满脸认真思考时 心叫醒了他 因为这次搞垮两大公爵家族 都是心费尽巴拉收集的资料 拿着陈殿殿的奖金 他觉得实在是太多了 可他不知道这些奖金 除了是奖励之外 也是皇后对他的报答 前世如果不是他 皇后根本不可能走到现在 这辈子又因自己毁了人 罗斯更过意不去了 他理应负责一辈子才对 看着心闷闷不乐 硬拉着出去逛该该 好不容易出来逛一次 当然要买喜欢的 怎料心这个人除了工作以外 对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让他买衣服 他说有工作服务 罗斯看着都有点心疼 他都不打算劝了 心却在一家宠物店门口停了下 这让他很好奇 难道是宠物口罩 戴上瘾的不成 但他没想到 心是想给他的两只大黑狗买礼物 看着手里一红一蓝项圈 不禁挠补了一下 皇帝和皇后外加两条狗 配上这对项圈简直匹配极了 就算罗斯拒绝花他钱 他也固执地要买下来 或许这就是爱屋及乌吧 只要他高兴就行 罗斯偷偷瞅了瞅 心似乎很满意 俩主扑逛的倒是开心 但此时皇宫里某人坐不住 皇后昨天那个哀怨的眼神 总在他脑海挥之不去 又想起甜甜的一吻 摸着嘴角回味了一番 看到办公桌上皇后送的花 他心彻底乱了 根本没有心思处理工作 想来看看皇后有没有训狗狗 却连根毛都没瞧见 看着还让人觉得怪可怜的 老六就是个闯祸精 明明没有实力 却总去招惹不该惹的人 不仅被毁了容 引以为傲的公爵家族 也在一夜之间没落 老六卡米拉从此过上了 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给其他公爵 以及曾经恩惠过的贵族写了信 但都没有人愿意搭理 他摇摇晃晃三魂试了气魄 或许在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玩玩 心心念念都是心爱的皇帝 却一面也见不到 他怎会善罢甘休 以皇帝姐姐的名义 把绿毛宫廷一事骗出来见面 听到人家不想帮忙 他急了 说什么都要去见皇帝 以为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公爵小姐 不是要求给他治脸 就是指责这指责呢 看到绿毛听了直叹气 他不明白 我又没害过你 绿毛皱了皱眉无语死了 因为老六总闹事 他都不知道救了多少人 可老六仍然不觉得自己有错 眼看好好说没有用 他也懒得废话 直接掏出短枪威胁 既然治不好脸上的伤 那就带他去见陛下 妄想回到原来的位置 认为自己才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而不是那个疯女人 嘴上放着狠话 拿着枪的手却抖得不停 见绿毛无动于衷 老六又放出终极大招 他不仅给绿毛写过信 还包括所有皇家人 而且署名是陛下爱帝 也就是利用了绿毛的名义 虽然内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看绿毛的反应 就知道其中的严重性 让人把老六抓走后 他就找到了皇帝哥哥 如果大家受到信道起来 虽然大多数都不用理会 可有一人不一样 那就是皇帝的亲姐姐来拉皇女 因为莲姻嫁去了摩歇国 却在丈夫去世后 凭借手段成为了女帝 皇帝也觉得头疼 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罗斯拿着皇女的信找了过来 其实内容也没什么特别 就是要他帮忙转告皇帝 过几天将会前来拜访 这波迷惑操作让他很不解 绿毛满脸的无奈 女帝是陛下的亲姐姐 表面和夏里特帝国交好 但对这个弟弟却是厌恶至极 姐弟俩不是皇帝就是女帝 罗斯不禁感叹血脉的强大 从办公室走出来 他情绪低落 虽然摩歇国和贝里埃 有过生意上往来 可他从来没见过女帝也不了解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 经历了两世 他没什么好怕的 应该去打个招呼才对 皇帝有99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唯独只有一个亲姐姐 而且还是一国的女帝 自从接到姐姐来访的信 她就整天都是一张苦瓜脸 这让罗斯不禁有些好奇 那位女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终于在太阳下等了两天后 马车可算慢悠悠的到了 一头乌黑的银色超短大 一袭西装青色长裙 女帝看起来很是洒爽利落 刚见面就对皇帝冷嘲热 她故意没给弟弟写信 就是想抓皇后的小辫子 不曾想算盘进落空吗 罗斯心里跟明镜似的 却也不能表现出来 怎料她的忍让 竟让对方得寸进尺 女帝嘴上倒是挺客气 雀手一抬 哗啦哗啦的水就浇得她透心凉 这是摩歇国的顺移魔法 虽然对生命体无效 但用处可多着呢 说着还让她别在意 这能不在意吗 分明是想给她一个下马威啊 可下里特人不可能会摩歇国的魔法 她一眼就看出 是女帝身后的手下在帮忙 奈何人家不仅是皇帝的姐姐 还是摩歇国的君主 弄不好只会招来麻烦 所以刚刚才没有躲开 她强忍着心中的不爽 叫着兄长陪着有说有笑 没想到姐姐根本不领情 叫兄长让她鸡皮疙瘩起一身 罗斯还得换一身礼服 在一旁乖乖听这个女人的鼠望 姐姐之所以对她这么有敌意 原来是老六父亲的一封信 说罗斯为了当皇后不得手段 不仅脾气差性格恶劣 还一直在骗皇帝 她还特意去参加了 巴扎公爵的舞会 本想听听公爵怎么说 没想到近看到那一幕 她对弟弟的皇后越发的好奇了 说着目光瞥向罗斯 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偏激的毛孩子吧 感觉一阵风就能刮飞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形容自己 罗斯惊讶的同时也实在不想忍了 如果不服那就来比试一下 她嘴角又勾起熟悉的弧度 论剑术的话 我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姐姐刚开始还满脸的轻面 一听剑术瞬间来了兴趣 皇帝在一边默默喝茶 心里却大呼完蛋 罗斯这次算是碰上了高手 她的两把刷子剑术 在姐姐手里完败落寞 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 虽然输了 姐姐却对她有了新的认识 这样的剑术再搭配火焰魔 想到这里 姐姐后怕的咽了咽口水 没想到弟媳如此厉害 还这般谦虚 罗斯这次输得心服口服 脑子里突然想起前世的一场革命 当时摩歇国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这不又有了挑衅的底盘吗 刚才还叫着兄长 现在竟叫起了大妈 毕竟亲戚间总得有一个昵称吧 气得姐姐脸红脖子粗 立声强调要叫她兄长 看姐姐被气得不轻 皇帝在旁边不知道是笑还是气 反正已经是直不起腰板了 罗斯算是扳回一局 不就是气人吗 好像谁不会是的 一路吊打绿茶的风批皇后 却败在了女帝姐姐的剑下 罗斯泡着花瓣 早怀疑人生的同事 也很惊讶姐姐的剑术 好在人家并没有要侮辱她的意思 这倒是让她感到很意外 毕竟一见面就泼了她一身水 还总嘲讽她是毛孩子 但女帝姐姐和她的前世毫无关联 可不代表这一事没有 想到这里她又找回了一丢自信 而此时的皇帝正和亲姐在对峙 身为异国的女君 却三番五次来到夏里奥克 甚至之前还去参加了 巴扎公爵的舞会 要说只是对皇后感兴趣 皇帝可一个字都不相信 姐姐眼看完不下去 趁着毛孩子不在 将她来这里的目的一说出 原来摩歇帝国正在闹革命 不仅计划周密 连异国宰相都被抓了去 她原本是想通过医学重新获得支持 所以才答应巴扎公爵的邀请 没想到还没见着面 就看到那人被抬了出来 绕了这么一大圈 她其实是想跟皇帝借一个人 那就是宫廷医师 厉害的治愈魔法比医疗设备更管用 又或者直接派出军队也行 将闹革命的乱党都镇压下去 你是疯了吗 听皇帝这样说自己 姐姐满脸的不屑和亲密 在她看来皇帝根本没有自个拒绝 夏里奥特一穷二百 连冬季的暖气都不能自给自足 还得从盛产石油的摩歇国进口 如果乖乖听话 她还能承认那个毛孩子是皇后 皇帝的小助手在一旁捏了一把汗 女帝这样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稍微有一点把饼在手 就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 皇帝还没有拒绝的权利 更何况这次还是石油 就在这时 女帝的两个手下突然传了进来 摩歇国传来紧急消息 因为国军烧了教会所在的村落 百姓们不仅发动了暴乱 还高举废除女帝的大旗 就连宰相也投降了 姐姐一听瞬间慌了神 她从没有让人去纵了 这分明就是被陷害 眼看她如今没了十全 皇帝也下了逐颗令 姐姐快气死了 现在让她回去是去送人头吗 而这正是皇帝想要的结果 她阴沉着脸 没有价值的人就不值得浪费时间 说着就摆了摆手 要将姐姐拿下送给革命军 她可不想落得一个藏匿逃犯的罪名 最后被断掉石油的攻击 不得不说这姐弟俩不愧是轻生 真是一个比一个还要狠 姐姐气得摔茶杯 骂着蠢货 连你也要将我卖了吗 好像说的他们感情很好一样 皇帝心里一直很清楚 他如果没有觉醒魔力 在姐姐眼里他连个人都不算 甚至在他小的时候 姐姐还举起剑想送他回老家 就像此刻一样 姐姐手中的剑没有要放下的意思 只听刷的一声 血迹喷洒一地 打斗的声响从屋内传来 正好被遛狗的罗斯听到 不由感叹一声 这个大妈还真是脾气爆扬 对保义国百姓 皇帝决定大意灭亲交出姐姐 却反被一刀伤了脖子 要不是有强大的治愈魔法 他恐怕早就被送回老家 姐姐杀气腾腾 一副谁挡谁死的节奏 那些贴身骑士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没有这个弟弟 如果自己的魔力能够再强大一点点 夏里奥特帝国就该属于他 他越说越是不甘心 皇帝的位置只有他有资格 可偏偏是弟弟得到了 现在还要将他出卖给摩歇国的叛军 他双手举剑就要打掉弟弟的脖子 顺便抢下夏里奥特皇帝的王族 打扰一下 突然一团火焰窜出 逐渐在他和皇帝之间蔓延开来 形成一道炙热的火墙 罗斯踩着高跟鞋不紧不慢 嘴里叫着大妈 这样真的很过分 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 让皇帝紧绷的神经有片刻放松 竟无意识地安息了许多 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差异 捂着脖子满身是血的样子 活脱脱像个小可怜 这让罗斯怎么能忍 赶伤他的夫君 那就必须付出代价 火焰如鬼魅般来到姐姐身前 想用剑抵倒 却被当场垄断 还没反应过来危险就到了眼前 一团团火焰向他扑来 那炙烤般的热气让他不敢动分好 此时又一声大妈传来 你就那么想操控陛下吗 就算你的国家变成国海也无所谓吗 罗斯释放着魔力自信又强大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 但还是给皇帝看得一愣一愣的 看着姐姐那副害怕的模样 就好像是看到了他小时候的孤独 感觉竟有一丢丢的手 姐姐暂时被关进了天牢 没想到那个毛孩子还挺厉害 他唉声叹气 杰伯恩可真是得到了一把利捷 他之所以能不死 是因为皇帝要把他送回摩歇国 可怎么送却成了一个难题 摩歇国的顺移魔法 只作用于没有生命的物体 就算是人死后的躯体也没有办 而且摩歇国一旦亡人 后续的石油供给也会出现问题 罗斯很清楚 大妈的手下并非危言所通 根据前世的记忆 在摩歇帝国革命结束后 石油交易全部大整顿 当时别说贝里埃 就连夏里奥特也没能得到石油 那一年的冬天 夏里奥特没了燃料冻死很多人 所以眼下大妈的死活并不重要 他必须要阻止悲剧宠明 幸好皇帝不在乎姐弟亲戚 他放心地勾起了嘴角 他有一个一本万利的计划 只要交给我就好 噔噔噔的高跟鞋声音 在幽暗潮湿的监牢显得格外刺耳 突然一脚踹在了铁栅栏上 把姐姐给吓了一条 看着毛孩子那副欠揍的样子 他就没好心情 没想到脾气还是这么火爆啊 罗斯脸上笑咪咪 你反正是要回去 不如帮你可爱的弟弟一把可好 他剑术第一 他魔力无敌 两个女人联手简直要逆天 可就在前不久 女帝姐姐还作为阶下球 被罗斯押送回到了摩歇国 因为闹革命 城内教会被烧得面目全非 教会里的修女和孤儿们不知去向 百姓们都为帝国军的暴行很不耻 听说女帝归来 大家纷纷前去看热闹 却发现为首的竟是一个陌生女人 原来是夏里奥特皇后 专门前来归还莱拉女帝 众人一听夏里奥特支持革命 纷纷都为罗斯举大气 闹哄哄的嘈杂声 刚好传到了某间破烂地下室 一定是女帝回来了 而作为革命军领袖的年轻男人 那是满脸的不屑 女帝回来就是一个死 他觉得这个女人蠢得要命 站起身准备出去准时大局 怎料刚打开地板冒出头 就差点下过去 你好啊 革命军领袖先森 罗斯半蹲在地满脸温人 跟来的百姓 见到领袖一个个像看偶像似的 但偶像似乎有些慌张 他不明白 这个女人是怎么找到这种地方 是啊 我怎么知道呢 那是能随便说的吗 罗斯立马下令把这人架了出来 不仅邀功带回了烧毁教会的女人 还表示相当支持革命 百姓们都可以帮他做证明 说话间 还躲在地下室的老头 也被架了上来 百姓们都震惊的不行 这老头居然是宰相 宰相不是支持女帝的吗 宰相怎么会和革命军领袖在一起 罗斯都听不下去了 这才是革命军的真面目好吗 百姓们本来还不太相信 可随着有教会标志的经历 仿造帝国军的军旗和斗篷被搜出来 领袖和宰相还想脚电 都是革命军所为 原来帝国军士被陷害 领袖先森气死了 郑堪束缚 趁骑士不被抢来一把剑 狗急跳墙要这女人的命 怎料还不等罗斯出手 危险就被拦截在半空 女帝撒爽出场 将她的毛孩子护在身后 有什么冲我来 罗斯可不会领情 这点小虾米她还是可以应付 雅女人关键时刻也忘不了斗座 女帝姐姐也没想救 只是不亲手打掉这些逆贼 我请示那安 她魔力低 她剑属无敌 雅姐联手简直腻了天 女帝举起剑 还以为会打了革命军老大 怎料只是轻轻一脚给踹飞 就这吗 罗斯都忍不住吐槽 当然没完 接下来轮到了叛徒宰相 看到这老头 女帝就满肚子的气 当初自告奋勇要去对付革命军 却一直没有什么成功 原来是一伙 她越显越气 一剑刺穿了老头的肩膀 只听见嗷嗷的猪叫 女帝可不打算让这家伙好死 先来一脚出出气 再好好折磨送上段头台 突然革命军老大又闪现 拿起剑要拼命 不愧是老大 戏份就是多 罗斯笑了笑 送去一团火焰 烧得那叫一个蛋挡 女帝一看起来 立马举剑上前护着 毛孩子休想在她面前出风筒 放心 罗斯轻轻搭向老头的肩膀 吓得老人家动也不敢动 哗啦一声 笑眯力地送上火焰套餐 这场面好像似曾相识 自古以来 报仇这种事 还得亲自来才有意义 他一举一动一批银笑 吓得叛军们都不敢再动 因为他 革命军真面目被揭开 教会纵火案真相也被戳穿 等待宰相和革命军的 只有审判和死亡 罗斯很满意 可女帝却想要一个解释 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人的阴谋 回想前世 摩歇国宰相和被礼爱关系合作 石油贸易往来更是密切 在一切的守候 这老头特地跑到他父亲面前醒来 而他作为王女 当然得以国家利益为重 况且在他知道真相时 女帝也已经被处决 可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只为陛下效劳 谁叫大妈不是夏里奥特的字 是摩歇国的女帝吗 罗斯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女帝居然有意丢丢害怕 权威被挑战 他多少会有点不舒服 但让他意外的是 百姓们都对他感恩戴德 自从先皇去世 他知道自己没了庇护 捡去引以为傲的营法 登上女帝走到了今天 罗斯本来没打算多管闲事 可他就是见不得有人被冤枉 就像他被家人陷害的那样 看到大妈幸福的样子 他眼泪不争气在眼眶打转 那种糟心的事 精力一次就够了 前世悲惨的精力 却成了他今生最大的武器 揭开摩歇国革命运动的真相 不仅打掉了背后的主谋 还帮女帝坐稳了王左 罗斯看着大妈一脸盘算 因为帮忙解决了麻烦 女帝给了他巨大的回馈 那就是摩歇国石油总收益的三场 看着手里的合同 他相当的满意 不过女帝却很不爽 白花花的钱白白分出去就算了 重要的是这次回来 罗斯还故意让他坐囚车 他心里多多少少过不去 怎料这女人还说他小气 那可是油田哎 虽然受益者是夏里奥特 但对他来说 国家和这位皇后也没什么区别 看毛孩子一脸意外 他有些难为情 不过也是现在终于理解 卡米拉和费扎夫两大公爵佳 为什么不是你的对手啊 罗斯撩了撩尔发微微一笑 怎么感到呢 其实这次他可以拿油田总收益的一半 只不过没那么钻 这话听得一旁的人心惊肉跳 都以为女帝会大发脾气 怎料人家只是灰心一笑 还在夏里克地劳食 罗斯说要他帮忙 他半信半疑 从来没想过会真心救他 但事实证明 这个女人实力强心凶广 还很有谋略和勇气 心里对罗斯一百个肯定 嘴上却说成女魔头不想再见 那可不行 毕竟是皇帝的姐姐 以后还得您多多指教呢 可我不想承认你是我弟弟的妻子 哎呀 你承认皇帝是您弟弟吗 真让人意外了 罗斯的调侃 让他突然直面自己内心 小时候看到弟弟被父皇不停利用 他其实心里也不好过 可以想起前不久 俩人剑板裸脏的场景 他还是很厌恶这个弟弟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都是因为罗斯 他才保住了性命 谢谢 天啊 你还会说谢谢 女帝傲娇哼了一声 起身就要送罗斯离开 边走还边让毛孩子注意身体 他和皇帝只是小打小闹人 以后还是得多多来往 看他这副真诚的样子 罗斯是一百个不相信 果然 等他走远 再次转身说拜拜时 啪的一声 真是该死 大意了 在家一无是处的亡冕 却不费吹灰之力 就解决了帝国百年暖气难题 还拿到了石油出口国的分场 认谁听了都很震惊 罗斯却开心不起来 明明可以多拿点 怎料女帝姐姐太小气 他安生叹气的样子 皇帝一脸不感兴 姐姐居然肯出让狗收益的三场 在经历了那样的时候 还要媳妇带话以后常来往 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看来姐姐对自己的媳妇很难 他很好奇 媳妇究竟做了些什么 罗斯愣了愣 临走前还泼了他一身水 这也叫买匿吗 不过没关系 他笑得一脸灿烂 自己其实也没过什么 只不过女帝心胸广泪 听了这样的说辞 皇帝倒是松了口气 突然抬头望去 一眼就看到了 媳妇无名纸上的小伤口 无视媳妇拿出的三千亿合同 伸手一把拉住 仔细一看 原来是因为天气太干燥而裂开 虽然知道没人能伤到媳妇 但他还是很担心 这下确认了总算放心许 心慈一直在媳妇的伤口上 却没注意到那张羞红了的脸 毕 毕下 直到被提醒 他才回过神来 连忙松开手 看着媳妇娇羞的样子 他捂着脸不敢看 一路辛苦了 你先回去吧 心脏扑通扑通跳得不停 就连空气也好像变热了 不就是碰了一下手 竟然就开始动摇 一边觉得好吃肉 一边又觉得好喜欢 想想罗斯当时来救他时的把气 没想到还能有这种名家女孩的样子 真该死 好像是心动的感觉 而罗斯拿到某些国石油分城的消息 很快就上了头条报纸 在这个冬天没暖气就会死得过 百姓们当然对皇后嘎嘎夸夸 不开心只有皇帝的众多情妇 但有一人例外 那就是皇帝情人中排在老二的妮娜 眼下老五和老六都一滚蛋 是到了交心朋友的时候 看她的样子 好像是个不一样的绿茶 区区一介王女 却仅凭一人之力拿下石油大伯 还得到封拼女帝的青睐 消息传回娘家王国 众人震惊的向震惊 听说皇帝承认了皇后的身份 父亲被气得不轻 早知道就不让罗斯嫁过去 自从没了这个冤大德 所有的工作都得她亲自处理 一天天的累得要命 今天更是收到了摩西女帝的文书 怀疑她和革命军有够的 难道是罗斯胡说八道什么了吗 她真的要气死了 再看看她的老婆 只会在旁边揉脑袋 而她宠爱的两个子女 不但帮不上一点王 还竟说风凉话 哎 早知道该让尼古拉妹妹嫁过去 是啊 不用担心 已经找到了 哥哥艾莉德一紧 提起她刚交的女朋友 另一个王国的三王女 但为了能让父亲放松放松 就算是爱人又怎样 毕家子还真是扎到了谷罪 与此同时另一边 罗斯正悠哉悠哉享受着茶话会 因为她屡见丰功伟绩 小三小四们都被她征服了 当然 也是因为痴情皇帝 公开了她皇后的身份 既然大家都来是好 那她也不好拒绝 但除了那封信 那就是老二妮娜夫人 虽然只是表明了身份 也没有看出有什么敌意 可有了老六的前车之鉴 她可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在那之前 她得好好打探打探情况 怎料一问到老二 在场的人都安静了 听说老二已举办了会闻名 难道你们没参加过吗 有 当然有参加 气氛奇奇怪怪 大家虽然在夸二夫人 但好像都不想和二夫人扯上关系 一个劲儿的表忠心 在我们心里 您才是唯一的皇后 罗斯意识到情况不太对 也不好扫了大家的好心 而且老二在信中 只是让她有空了去参加 那就先看看再说吧 这是一个短发妹 突然说起了贝里埃 还提到了二王女 没错 那是我的祖宝 她很好奇 尼古拉又出了什么幺蛾子 原来是想雇佣一个新秘书 嘴上说着是秘密 却又将细节说得清清楚楚 可说到最后选谁 她又卖起关子不能告诉我 哎 真是头疼 还没开始行动 就当众瞎说 想必之前贝里埃时常发生泄密 应该和尼古拉脱不了关系 可有一点又很奇怪 明明嘴上没个把门的 竟然忍得住不提新秘书是谁 这其中肯定有古怪 突然想起前世新带给她的消息 记不清是某年某月某一天 贝里埃雇佣了一位秘书 但那个人 让一向淡定的他都不淡定了 男人坐拥天下 却只想得到皇后的心 无奈媳妇太过优秀 总有些人在惦记 被关在大牢的变态罗扎夫 要不是会研究点速效救星完 皇帝才不会留他到现在 他不仅不感激 还当面调戏人家媳妇 毕竟他在先帝身边做红人士 皇帝只不过是个工具 一个被当作治疗机的仪器 受别人欺负 也只有忍受的份 憎恨是他唯一会的情感 可自从有了皇后 他开始变了 罗扎夫看得清清楚楚 就算在否认 也遮盖不住那女人的强大 一想到这个 他就越发地痴狂 觉得嫁给一个工具人太可惜 当初他就应该要了皇后 而不是只想着拿来做实验 看来大牢还是太舒服了 皇帝巴布地立马将这人改掉 但这样实在太便宜 既然看不起工具人 那就做一辈子的研究工具也不错 而此时的罗斯 总觉得很不安 自从上次查话会结束 妹妹尼古拉挑选秘书的事 就在他脑子里挥不去 前一世 心曾说过那位秘书 是在他出征不久后所雇佣 虽然现在还没到时候 但应该是替罪羊没错 可直到被推上断头台 他也没有见过 也就是说 那个人和他一样 是个被藏在幕后遭到压榨利用的人 回想百姓们要他死的非 他这次才不会管那些人是死是活 但就是见不得有人像他一样 被利用后还得到悲惨的结局 想得太入神 都忘了旁边还坐着小三萨莎 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抱歉 他被突然的关心 搞得有点不适应 可他有点好奇 要是换成萨莎 遇到上一世 他那样的罪人会怎样做 只是话问一半 脑子里就浮现出前世大牢内 萨莎为他祈福的画面 哈哈 他觉得自己还真傻 明摆着的答案 还问来干嘛呢 这辈子好好对人家不就好了吗 拥有强大治愈力的男孩 而作为他遭遇的旁观者 外加帮凶罗扎夫公爵 理所当然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每件一刺都让皇帝恶心到想吐 可为了百姓们知得起病 他又不得不留下那人的狗命 突然一声陛下 他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 今天的皇后浑身自带滤镜 您出什么事了吗 脸色好像不太好 他却懵了 皇后为什么会在这里 因为我要回房间呀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 竟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媳妇的住处 一滴一滴冷汗不停往外冒 听见媳妇邀请他去房间的请求 要是换座以前早就发飙了 可现在竟像一个被操控的玩偶 只说了一句好 小助理一群人下巴都差点惊讶掉 因为俩人倒上自制的红茶 原来罗斯邀请皇帝来 是想劫胡父亲的秘书 根据上一诗的记忆 那个即将成为秘书的人 绝对是个天才家人才 而且就在贝尔索王国 所以他得走一趟 没想到皇帝不仅答应了 还要陪他一起去 反正已经收到了贝尔索的邀请函 他既安心又觉得意外 就连小助理都觉得主人很善变 明明早上才说了不想去 但这些都是罗斯被承认的证据 谢谢您陛下 怎料皇帝接下来的话更让人震惊 心这个侍从 他一直都觉得是个闲眼包 但今天他却同意皇后带心一起同行 说着还瞥了一眼 破天荒夸赞了心的茶很不错 这也是第一次 在心这张面瘫脸上看到了不一样的表情 至于挖人才的事 皇帝现在对媳妇是相当信任 转身刚要走 听到媳妇的感谢 他又有点舍不得走了 回想罗扎夫说他变化大的话 心中突然隐隐作痛 就算他不想承认 这个女人现在也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牵起媳妇的手 贴在自己脸颊 像个孩子一样寻求思思安慰 那些不愉快的阴霾 正一点一点被光驱散 一声陛下传来 看到媳妇娇羞的脸 他又懵了 我在哪里我在干嘛 为了报复家人 他决定不再心软 和皇帝一起前往贝尔索王国 势必要抢先父亲一步 找到神秘秘书 俩人同乘一辆马车 却一路都不曾说一句话 看着皇帝沉思的样子 罗斯心里疑问重重 回想那天 皇帝拉起他的手贴到脸颊 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呢 而且这一路上 还时不时地盯着他看 搞得他很尴尬 与其这样盯着 倒不如像以前那样直接凶 他至少心里痛快点 真希望能说点什么 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没想到皇帝突然发问 他冷不丁地被吓一跳 连忙尬笑说没有 将话题扯到窗外的街景 这里的店铺 这里的建筑风格 他还是第一次见 每一处都很可爱嘛 那就去逛一逛 他一脸都不敢相信 这向皇帝说的话嘛 小助理这时来报 已经提前到达了贝尔索首都 是直接去酒店吗 不 我们要去附近转一转 让赶紧去做好准备 熟悉皇帝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只搞事业 且不会关心任何人任何事的君主 着实让人觉得吃惊 罗斯忐忑着下了马车 这一次 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心情 不是带着墓地出发 只是单纯的欣赏风景 就好像弟弟妹妹出门开心的样子 算了 还是别想不开心的事了吧 挽着皇帝的胳膊 这感觉真的像极了在约会 他尴尬到直扣脚 但很快 就被周边的风景所吸引 以为是蛋糕店 其实是打铁铺 而且每栋建筑都有自己的特点 他像个孩子一样东张西望 和两个小姐姐擦肩而过 意外听见旁边府邸雇佣人的消息 他才记起自己来干嘛 好不容易提前赶来 应该先找到秘书才对 前面规模挺大的书铺 或许能打钉打赢 果不其然 他的猜想并没错 只是随口一问 书铺老板就知道 他说的是克洛伊 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在王宫上班被莫名赶走 还不允许国内任何店铺再雇佣 只能跑到其他国家谋生路 眼下更是流落到 娱乐街过得很艰难 皇帝也不免觉得可惜 随手翻开了一页书 上面的对界图案 让他眼前一亮 皇后还在开心拿到重要情报 他却直接带着媳妇 走进了珠宝店 因为罗斯之前给他送过花 是春季庆典上 女孩买来送给爱人的礼物 你知道是什么含义吗 当然了 护卫有说过是什么意思 皇帝心里石头总算落下 那么现在 是该他表示的时候了 皇后想偷偷去封月场所 被皇帝发现后不仅没害怕 反而当面提出要带三个男护卫 可就在刚刚 皇帝还豪值千斤买限量手镯 不拖泥带水不带一丝犹豫 罗斯心里感叹不愧是皇族 买奢侈品就像买玩具 同时也庆幸皇帝愿意跟他一起出来 哪怕仅仅是买东西 却没想到下一秒出乎他预料 皇帝竟然让他伸出手 看着他手里拿着刚买的手镯 罗斯这才意识到 原来是送给自己的 在愣神之际 皇帝抓住罗斯纤细的小手 亲自为他戴上了手镯 并嘱咐他一定不要摘下来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罗斯心里不禁有些疑惑 到了晚上 在豪华旅馆吃饱喝足后 他就想去一趟娱乐节 同时也是想要避免尴尬 皇帝居然会和他共进晚餐 这是他没料到的 甚至连房间都要同住一间 故作轻松扎马尾问道 可不可以带走两三个护卫 皇帝表示也想去 他想都没想就拒绝 皇帝那张脸实在太张扬 无论他隐藏多好都难免有人搭话 即使不被人认出也会引起骚乱 皇帝有些神色不越看着他 这到底是有多不放心自己 为了能让皇帝乖乖在家走 他决定放出大招 露出一脸娇羞 带着丈夫去娱乐节 没有哪个傻妻子会做这种事吧 果不其然 外表冷酷内心闷骚的皇帝 瞬间被拿捏 但仍然故作镇定 手镯一定不可以摘下来 在三宝镇过后 罗斯终于能带着护卫离开 心里仍旧有些疑惑 手镯中难道藏有跟踪魔法 不然皇帝为何三番五次嘱咐 正当他思索时 一道哀求的声音传入耳朵 一个女孩跪在地上 向另一个男子祈求 罗斯一眼就认出 女孩正是自己此行的目标克洛伊 而女孩哀求的对象 正是自己的傻弟弟艾莉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 但从直言片语中了解到 克洛伊在求艾莉救他弟弟 可艾莉却冷酷无情地拒绝 带到他走后 罗斯等人的讨论被克洛伊发现 克洛伊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恳求罗斯能够买下他一碗 他重病的弟弟急需潜用于治疗 这和罗斯此行目的不约而合 开心的同意要买下克洛伊 但不仅仅是一碗 跟着克洛伊返回家中 才得知了克洛伊的具体情况 克洛伊原本是宫廷秘书 因为拒绝一位将军的骚扰 恼羞成怒的将军造谣诬陷他 导致他被赶出王宫且被罚巨款 但是家里还有重病的弟弟 为了赚钱 他准备去贝里埃当直属秘书 而这不过是贝里埃的阴谋 那些人从始至终都没想着治疗弟弟 只是把弟弟当幼儿从而操控克洛伊 了解事情真相后罗斯更开心了 答应不仅能够帮他把弟弟治好 还能让他们摆脱现在的生活 这让克洛伊有些疑惑 这女人是谁 竟敢口出狂言 罗斯笑了笑没有说话 打了一个响指 一旁的侍卫自觉上前解释 这位是夏里奥特帝国皇后 罗斯巴尔布莱德北 克洛伊文言瞳孔瞬间放大 传言中的皇后竟然站在自己眼前 罗斯顺理成章邀请克洛伊换个地方说话 而此时独自在家中等候的皇帝 心里仍旧忐忑不安 虽然知道媳妇不是寻常女子 但总是不自觉担心她 甚至脑海里经常回忆起跟她在一起的画面 感到事情发展完全不在这空中 她意识到自己变得有些奇怪 就在这时 外出许久的皇后终于回归 克洛伊看着眼前豪华的旅馆有些紧张 一个劲地表示感谢 单纯善良的克洛伊 越发让罗斯坚定留下她的想法 在吩咐侍卫带领克洛伊去休息后 罗斯这才跟皇帝说明情况 得知贝里埃不对人才采取保护或是 甚至还想要压榨他们 对这种骚骚做他也是有些无语 了解弟弟的罗斯当然知道 他不是在约会就是在去约会的路上 人才对于他而言还不如约会重要 连旁边的侍卫们听了都摇头 关于这件事 罗斯突然有一个提议 皇帝听了嘴角不禁勾起一丝邪笑 看旁观人的表情 俩人的谈话似乎有点圣人 一转眼 罗斯穿着粉色睡衣回到房间 发现皇帝早已在床上等候多事 等就紧张的他 感觉心脏像小鹿乱跳般不停 脑海里忍不住想起第一次式的画面 当两人躺在床上睡觉时 他有些紧张又有些害怕 不知该摆怎样的姿势 皇帝转过深柔情地望着他 一把将其揽入怀中 下巴轻轻抵在他额头上 原本紧张的他更加动弹不得 难道要开始了吗 拥有了这个女人 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地步 今天是贝尔索王国建国宴会 罗斯和皇帝手牵手应邀出现 不过同行的还有另一人 那就是克洛伊 前不久被贝尔王公赶出来的秘书 他一露面 刚刚还笑盈盈地接待官 瞬间脸色大变 再次回到熟悉的地方 他既紧张又坦克 想想被人骚扰 又被人诬陷 要不是因为罗斯皇后 他这辈子都不想 也不愿再踏进这里一步 但更令他惊讶的是 这对夫妻竟真的是夏里奥特的帝后 还把他从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 他今天才能有再次参加建国宛会的机会 突然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可皇帝皇后一出现 就瞬间被人群围观打招呼 正当他担心自己该咋办事 不出意外的话出了意外 小姐你不舒服吗 没错 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声音 男人明显又想勾搭漂亮妹妹 却没想到会是他 男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一把逮住他 高声大喊他是罪人 是个特别狡猾的女人 快来人把他轰出去 真是够了 克洛伊抬手就甩了男人叶尔瓜子 明明有老婆 还对别人做卧龙下流的事 一碰到你 我就恶心 男人的丑事却下人尽皆知 连自家老婆都满脸震惊 男人气得将克洛伊推倒 幸好被罗斯一挡扶住 喂 你想对我的朋友做什么 罗斯一个礼貌性的微笑 吓得男人脸都绿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宫廷想秘数 现在已经成为夏里奥特的人才 你没意见吧 罗斯当场宣布 惹得众人惊讶不已 也就是说夏里奥特拥有了克洛伊 就等于掌握了贝尔索的所有机密 这就是克洛伊的隐藏价值 罗斯有一种同病相连的同情 转头看向皇帝 陛下我说的对吧 当然 夫妻俩一唱一贺 此时有人忍不住了 艾莉终于舍得甩下两个漂亮的妹子 不过脸面冲了出来 那个女人是我的 可没想到以前任人百步的姐姐 不仅变回了金发 还抢了自己要的人 她眼神中闪出一丝凶狠 却被皇帝的杀气疼疼 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 你在对谁狗叫呢 是我的妻子吗 皇帝正式宣布 克洛伊被夏里奥特帝国雇佣 要是想和夏里奥特为敌 我随时欢迎你 两个渣男都下变形了 不得不说 皇帝护起妻来帅呆了 皇帝一句话 就将小舅子吓得屁滚尿流 空手回到家 渣地要气死了 秘书为什么不来 狂砸桌子要一个理由 艾莉娜敢说自己适合美女玩 才导致秘书被人抢走 哀声叹气装无辜 主打一个不知道 秘书也太无理了 竟敢和贝里爱作对 必须要给点颜色看看 听着家人们放狠话 怕是满脸无奈 对方可是夏里奥特皇帝 什么 全家人都震惊了 秘书的事情 不是贝尔所王女亲口所说吗 怎么会传到夏里奥特 妹妹建议去求求罗斯姐姐 艾莉听了直摇头 在她的视角下 罗斯只会躲在男人身后发动 和以前一样干啥啥不行 懦弱无能第一名 好歹说一句吧 万一有用吗 妹妹真是站着说话不摇头 当时那种情况 她不跑 难道留在那里被人顿吗 扎爹越听越气 又狠狠骂着罗斯没用 因为说了秘书要来 她这段时间都把工作推迟了 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 这下又有人送来了一大落 而且还只是一小部分 扎爹顿时觉得腰间盘突出 肩膀也要废掉了 鼓逼的打工人不想干了 叫着艾莉的名字 国王命令你 剩下的文件都有你来处理 无视艾莉的反抗 起身松了松领带要去玩 母亲向来和扎爹一个鼻孔出气 临走时还不忘指责儿子 笑儿子没有把秘书带回来 反正不管是找替身也好 还是自己做也罢 到最后出了问题就是艾莉的责任 看着开开心心要去办晚会的几人 艾莉气死了 怎么觉得这家人有点搞笑呢 与此同时 罗斯几人也回到了夏里奥特 南方人跑到北方 第一感觉就是好冷 罗斯叫着陛下 那我先带他们去休息吧 看着皇帝的背影 他不禁红了脸 这几天天天抱着睡 却什么也没发生 但不知怎的 他反倒觉得这是最被重视的影子 想着想着就入了神 直到听到克洛伊的担心 这才慌张回了魂 看着华丽的房间 克洛伊惊讶得何不容嘴 虽然他在贝尔索时待遇也不错 可是不能带弟弟一起住 罗斯大人看起来就很善良 他庆幸自己没有选择那家人 发誓要成为皇帝和罗斯的左膀右臂 怎料雇佣他的人 竟然不是罗斯 别担心 你的新雇主马上就来 变态当面调戏皇后 醋坛子皇帝竟无动于衷 甚至还帮忙牵线搭桥 就在前不久 罗斯费尽巴拉带回了秘书 却转手送给了萨莎 众人一整个大震惊 怎么会有人去资助情敌 听了他的介绍 萨莎盯着眼前这个女孩 不禁动了侧影之心 一个为了弟弟能够拼尽全力 这样的女孩又能差到哪去 于是便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只要她能帮的一定会去帮 但又想到自己的地位 让克洛伊给她当秘书会不会稳屈 这般优秀的人才 留在皇帝和皇后身边 或许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罗斯微微愣了愣 因为你很珍惜自己人了 虽然萨莎做事有些鲁莽 但心地善良待人温和 把克洛伊留在她身边 罗斯觉得很放心 看萨莎担心的样子 放心吧 克洛伊的弟弟我来救 他会让最好的魔法是为他治疗 两人文言都快感动脱了 为了克洛伊弟弟能够得到治疗 萨莎主动握手是好 既然是皇后的亲自引荐 那她一定要去支持 没想到克洛伊突然化身工作狂魔 嘴里噼里啪啦道出一堆问题 句句都问在了点子上 毕竟要为夏里奥特创造最大利益 这便是身为秘书的职责 罗斯健壮心里感叹一声 贝里埃王族的确没看错人 克洛伊确实是一名优秀的人才 不久后 皇帝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三夫人的提案 这份提案能够帮助帝国引进调味品 并能够很好对他国返销商品 提案内容详细且诊密 立即执行也没有问题 这让他有些疑惑 顿时猜到是克洛伊的功劳 当时罗斯跟他提出 要将克洛伊留给萨莎当秘书 他还有些惊讶 毕竟他和其他情妇不同 一直小心谨慎 也从未向自己提过什么提案件 想到这里 皇帝觉得或许给他一个机会也好 立即吩咐下属 去告知三夫人萨莎 只要他能够立下公学 该有的赏赐一分都不会少 此时罗斯却在为克洛伊弟弟病情烦恼 他没有想到 最优秀的宫廷医师都束手无策 克洛伊弟弟的病犹如癌症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治愈 可是他已经跟克洛伊夸下海口 若是不能救治他弟弟 必定会让克洛伊感到失望 看到皇后心情不悦 宫廷医师建议他可以问问皇帝 或许皇帝那边有案 怎料皇帝也给出明确答复 魔法无法治疗不治之久 罗斯有些失落 皇帝本不想插手 但他看到罗斯不开心的样子 自己也不开心 最终情感战胜理智 他选择了替罗斯解忧排难 但嘴巴还是硬气的很 他认为这是为帝国保留人才 绝非是想要讨皇后开心 在罗斯一脸翁圈下 皇帝带着他来到渔出地下室 这种鬼地方除了犯人还能有什么 结果他在这里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男人一脸嬉笑 真是好久不见了 罗斯皇后闭下 只因长得太丑 男人就想要混上自己的心灵 皇后傲娇地抬起下巴 我就当你在夸我了 但没想到的是 对方直接掏出十米长的针管 想要他的一管血液 当罗斯被皇帝带到地下室时 见到关押的神秘囚犯 居然是本以为死去的巴扎罗夫 他有些惊讶 皇帝见到这人心情不好 便让一旁的侍卫解释 皇后这才得知 巴扎罗夫作为首屈一指的宫廷医师 没有借助魔力 就能拥有超强医术 这份能力得到了皇帝的特色 但要求他在地下室继续研究 虽然皇帝恨不得立刻处死他 奈何巴扎罗夫的医疗技术 在整个大陆无人能及 换言之 如果连他都治不好克洛伊的地 那除了放弃别无选择 皇后很意外 为了帮自己完成吹过的牛皮 皇帝竟让他和巴扎罗夫认识 即使会泄露秘密也在否不惜 此时巴扎罗夫饶有兴趣看着皇后 就好像在看一个完美的猎物 这个眼神让皇帝略微不熟 但这让他更开心了 当着皇帝的面条戏罗斯 不过罗斯也不是好惹的子 当场就回怼了一句 一旁打翻醋坛子的皇帝越加不满 巴扎罗夫不仅没收敛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上次被您施展魔力烧毁心脏后 我的身体和心灵早已属于你 不过皇帝禁止了我和你的接触 罗斯眉头一挑 眼角余光看向一旁的皇帝 同时他也了解到 皇帝和巴扎罗夫以前就认识 俩人你一言我一句 醋坛子皇帝终于开口制止 你到底治不治 巴扎罗夫却邪魅一笑 他哪有什么选择权 治不治还不是皇帝的一句话 与其说要不要止 不如说能不能止 克洛伊的弟弟很快便被带来 巴扎罗夫进行一番检测后 难道有些可惜 如果不是被关进地下室 克洛伊弟弟就是最好的研究材料 这话彻底惹入罗斯 恨不得立刻将他考个七成熟 并以此威胁他 如果敢耍小聪明 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巴扎罗夫并没有丝毫惧惧怕 说克洛伊弟弟是好材料 只是开玩笑 因为这世上没有比罗斯 更好的研究材料 罗斯呵呵一笑 就当对方是在夸奖他 巴扎罗夫以救治克洛伊弟弟为条件 想要抽取罗斯体液作为报仇 罗斯眼神有些阴冷 但为了救克洛伊弟弟 他还是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就在巴扎罗夫想拿十米长的针管扎他时 皇帝终于忍不住出手制止 这正好中了巴扎罗夫的计划 他不过是想看出谭子打翻的样子 皇帝恶狠狠问他到底能不能治 却得到对方意想不到的回答 专家们都无法医治的绝症 男人却就得像喝水那样简单 只一个月的功夫 男孩转眼间呼吸了人样 只要再吃半年药 这个绝症便会彻底痊愈 看着姐弟俩开心的样子 罗斯还是不放心 要是赶在药里动手脚 他绝对不会放过 我真的好伤心啊 都到现在了还不相信我 废话真多 一看巴扎夫这样 他就很不爽 但弟弟被治好是事实 克洛伊既开心又万分感激 之前无论去哪家医院 都说治不好劝他放弃 总是一副变态的巴扎罗夫 此刻竟有些不好意思 不是他厉害 而是那些医生太无能 罗斯终于明白 曾经犯下滔天大罪的人 为什么还能好好地站在他面前 确实 这个家伙的医术举世无双 正想了出神 克洛伊叫着罗斯大人 滴滴答答的泪水满是感激 这份恩情永远不会忘记 非常谢谢他能找到这么好的医生 罗斯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么变态的人 竟然算得上好医生 但这都是提万话 再次提醒姐弟俩 关于这个人这件事 绝不能向外提起 吓得姐弟俩颤颤巍巍 再三保证不会告诉第三个人 才离开地下室 事情完美解决 巴扎夫很开心 这次手术不仅有助于研究 还能得到皇后果的好处 所以报仇 罗斯不情不愿扯下一缕乌黑的金发 递过去时 巴扎夫满脸的失望 明明说好是血液的 他只是冷哼一声不在大里 带着星红牢房出来 正好看见皇帝 这一个月来都是如此 皇帝不愿见巴扎夫 可还是每次都陪他来地下室 然后乖乖的守在外面 等他出来时 又会像现在一样 牵着他的手离开 真的谢谢你陛下 谢什么 因为这一次 我们成功得到了一位优秀的秘书 他邪魅一笑的样子 皇帝又看呆了 但什么秘书他根本不耽误 为了安全 以后别再来地下室 罗斯答应了 自从治好弟弟后 克洛伊工作得更卖力了 他下一个目标就是贝里埃 想趁着那边经济不景气 搞点大动作 可还没说完 他又说着对不起 因为贝里埃是皇后的祖国 都怪我嘴欠 罗斯当然不会在意 是那些人做事太过分 对你太过于粗鲁 而且他现在是夏里奥特的皇后 再三强调只需考虑夏里奥特 说是两国的博士 其实巴布的赶紧推进计划 他等那一天已经等太久了 而另一边 皇帝的二夫人粉毛 竟给他寄来一封信 天真热情的罗莉小可爱 却让皇后看到了妹妹的影子 他只觉得晦气极了 当收到二夫人的邀请函 罗斯原本并不想搭理 可信中说是想和他交好 特地举办的晚会 想到上次那封信也没有回复 穿上漂亮的礼服 带着心意起去见一见也无妨 不管对方是真好意 还是想挑事 他都不在话下 刚进门就引得一众姐妹哇哇叫 但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也没见到上次一起喝茶的几位小姐姐 突然一声罗斯大人 他顺着声音看去 一头乌黑的粉发 从头到脚的黑色蕾丝 一副活泼可爱的小萝莉模样 这正是二夫人妮娜 皇后肯来参加自己的晚会 她真的很开心 双手紧紧握着皇后的手 说了一堆彩虹屁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宁可不要客气哦 一边拉着皇后 一边提到了三夫人萨莎 她也邀请了 但萨莎基本不会参加宴会 这话倒是不假 罗斯很清楚萨莎有多胆小 老二又说三夫人要是能买 她会超级开心的 不知道是真心还是演技好 罗斯感到很意外 是好相处的 而且这人说话做作的样子 真的和妮可拉一模一样 一样的晦气 回想前世监狱妹 妮娜好像也没找过她的麻烦 可一旦察觉到一样 她打算立马划清借鞋 怎料老二实在太能说了 听说她和萨莎关系好 真的太羡慕了 说明皇后并不讨厌所有的亲夫 您是不是也会和我做朋友呢 突然的疑问 弄得罗斯很干大 听老二夸她漂亮 又夸新哥哥很帅气 夸完还要帮她做礼服 就像这种风格 您穿上一定很漂亮 我们晚上穿着情侣装拍照好吗 虽然您黑发很美 不过金发更让人着迷啊 机里呱啦又说一大堆 一旁的小姐姐们都跟着附和 这样的盛情 罗斯头疼却没办法拒绝 好不容熬到了吃饭 老二拉高的夹子音还没停 说实话她不太喜欢 就目前来看也不是很了解 但看到一位小姐姐打碎了酒杯 老二上前安慰的做法 她也不至于讨厌 可万万没想到她前脏刚走 老二就变了嘴里 一块蛋糕被她狠狠踩在脚下 手里拿着花盆要搞事情 明明说了今晚要皇后开心 必须要完美不是吗 可居然有蠢货打碎了酒杯 一旁的俩人根本不敢说话 只见老二猙獰的捧起花瓶 水一滴不差地淋在了小姐姐头上 欺负完人家 又说我们是朋友 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对吧 我的天 她是怎么好意思的呀 情人要和皇后做朋友 皇帝不乐意了 虽然二夫人的祖国 不仅是石油大亨 还是夏里奥特武器的来源 但只要企图对皇后不利 她不介意送妻回国 或者是立刻除掉 当听到自己的情人天天举办晚会 还每次都邀请她的新甘宝贝皇后 她就很头疼 趁着好不容易共餐的机会 她把清除妮娜的计划告诉了罗斯 理由是他们之间走得太近 而且看着人畜无害的老二 如果不喜欢某个人 就会千方百计地虐待对方 起初看在老二石油公里的身份 很多人都上赶着八戒做甜狗 可当看清真面目后 有很多人都刻意保持着距离 所以趁着你还没备整之前 赶紧送走那个煞心为妙 罗斯想起上次下午茶 提到二夫人时大家的奇妙反应 她还觉得很奇怪 原来是因为这样啊 不过令她意外的是 不敬女色的皇帝居然会为自己着想 但心意我领了 她举起红酒杯微微一笑 需要帮助时我再告诉您好吗 可你之前不是说不喜欢情妇吗 看皇帝惊讶的样子 她就想逗逗这个男人 陛下好像比我还在意自己 一句话说的皇帝无法反驳 因为人家是真在意啊 却又不敢说得那么直白 只能拿起酒杯一口嫩 这不否认也不承认的样子 反倒让罗斯干大极了 不过话说回来 她之所以不想除掉妮娜 是因为还没有受到威胁 更何况前世受的内心罪 她也没想起老二对自己有什么伤害 就是有丢丢烦人 自从上次晚会后 老二就天天跑来找她 玩得她是心里焦脆 她倒是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大黑二黑超级不喜欢这个女人 每次一见面都呲牙咧嘴 让她能稍微省心的一点 可能就是老二对新的态度 天天夸个不停 她见到其他的夫人 老二还天天吵着闹着要见人家 要和萨莎玩 这才天天缠着皇后 我们是朋友了吧 算是吧 罗斯随便敷衍了一句 老二直接气骨了脸蛋 立马罗列了一堆和她做朋友的好处 比如她是弗洛托王国宰相之女 需要什么武器她都能拿来 必如既往的吵闹 好在老二比爱丽莎和卡米拉强 而且弗洛托还拥有一片海 以后拿过来可是一块宝地 但不论前世还是今生 能成为朋友的人 她想到了曾经尽心照顾自己的侍女 刚开始一个个也扬着和善的笑 可当她遭到家人背叛后 她才看清了那些人的真面目 那些和善的笑 都只不过是拉她入地狱的面具而已 等到夜幕降临 老二终于对萨莎出手了 来吧 我们一起玩了 她在屋外嚎叫的样子就像个老巫婆 吓得萨莎躲在屋内瑟瑟的 那一声声萨莎 就像一道道催命符 天啊 谁来救救孩子吧 天真可爱的玛丽苏小罗丽 近视都会吃人的病骄大变态 还天天都来找皇后玩 非要去一家知名的餐厅 罗斯本想称病拒绝 怎料老二又耍起了小脾气 这段时间他俩天天都在一起 多么好的关系啊 一起出个门怎么了 见皇后没反应 老二脸都气人了 为什么总说我找你玩呢 人家就是想你 就是想和你更加亲近 说着说着竟委屈地呜呜了起来 罗斯虽然很擅长教训人 但人情事故他完全不会 记得尼可拉和艾莉也经常一起出去玩 难道也是社交的一部分吗 由于前世没有朋友 这方面根本没有经验 看老二这么热情 还说特意准备了秘密约会 又专门带了很多侍卫一起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心中难免有些好奇 刚这样想着 老二就拉起了他的手 他答应的脸上无奈极了 让老二先出去等一下 没多久便换好了衣服 本来他今天是想去温氏和萨莎约会的 现在看来也只有等下次 让人意外的是 老二最喜欢的餐厅 从外面看起来还挺正常 他还以为是这种暗黑风 看老二笑那么开心 他突然有点搞不懂了 喜欢的东西总是那么多元化 直到菜都上了桌 他才知道自己太天真 像这种油光增亮的烤乳猪 谁家正常的小姐会喜欢呢 虽然不应该对别人喜好指指点点 但老二绝不是寻常你的孩子 好在味道相当出色 一大桌的菜很快被一扫入 老二戳了戳剩下的小猪头 越是不容易吃到的东西 就越是有意义 罗斯对吃这方面并不太擅长 不过偶尔出来尝一下美味 他还是乐意的 而他们刚到餐厅前不久 萨莎已经不见了一天一夜 听见克洛伊的禀报 皇帝并没有很在意 可萨莎是昨晚被老二带走 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皇帝立马嗅到了不妙 询问助理罗斯今天的行程 听说老二强烈要求和皇后出门 还带了很多私人侍卫 他一整拍在桌子上 下令立马派人去追 必须把老三和罗斯带回 咬着后槽牙别提有多后悔 他应该早点除掉老二的 而此时餐厅内 老二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 只见台上站着一位李小哥 目不拉开那一刻 特殊礼物竟然是萨莎 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看见这副可怜的模样 罗斯都急坏了 起身想要上前解救 老二却满脸兴奋 问了这样一句话 皇后生气了 皇后这回是真的超生气 唯一的姐妹被人五花大绑 她哐当站起身 你到底要干什么 怎料老二歪着无邪的脑袋 反倒控诉起萨莎的不对 不参加别人的晚会就算了 怎么连她的晚会也拒绝 没办法 她只有亲自请来 正好皇后你也在 罗斯实在不想听 你到底要对萨莎做什么 这个嘛 整个烤着吃怎么样 我一直想尝尝不一样的肉呢 见皇后双眼瞪着自己 她真的好害怕 我们不是朋友吗 只要你做我的朋友 我的爸爸以及弗洛托王母 都会成为你的助理 被杰托恩唯一承认的女人 老二表示她真的很喜欢 所以在老六卡米拉洛马时 她也没有想过伤害皇后 一心一要做你的朋友 只要产足掉萨莎 他们就是对方唯一的存在 自顾自说地提出要求 一起吃掉萨莎 我就相信你 萨莎在一旁 早已吓得瑟瑟斗 就连身经百战 踏过湿山的罗斯 也不禁打了个韩战 怎么会有这样狠毒的女人 老二还说别担心 萨莎的佣人住手 她都会好好爱护家照顾 还走到萨莎面前 作为有用的情妇 没人能跟她比 至于萨莎更是不配 所以选她做朋友 保证不会后悟 阴寒的眼神 天真的笑脸 以及拉高的声调 罗斯突然一击灵 没错 这个声音她前世 在地牢里听过 看她眼睛被挖走 那个声音主动提出要帮忙 只要她答应做朋友 那个声音的主人 就会去求陛下 她那时怎么会答应 宁愿死也不肯 哦是吗 那就只能当实验品了 她蒙着眼睛看不见 却还是被吓得心中一惊 之后就受到 惨无人道的对待 那女人还唱着小曲 说她是玩具 女人后来虽然走了 但她每天都被大型伺候 怪不得第一次 听到老二的声音 她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原来是你安妮娜 再次归来 连心都看呆了 随即微微弯腰 好像在说欢迎女王归来一样 只见罗斯大喊着萨莎 带着浑身的火焰冲了过去 都说皇后疯 可没想到老二不紧疯 还相当的变态 为了成为皇后的唯一 竟绑了胆子最小 和皇后关系最好的情妇 看皇后瞪着眼睛要出手 呀呀呀 可别再往前走 她小戳戳贴在萨莎的脸 万一戳穿了怎么办 她其实很伤心 我明明比萨莎更有用 皇后为什么不喜欢 说着还抱着萨莎的脑袋 温柔询问人家的意见 听皇后不想和她做朋友 仅此而言 她萨莉般的笑脸逐渐消失 眉头皱得像只恶犬似的 转头又仰着伤心的笑 逐渐没了耐心 一把扯开萨莎嘴上的不了 与其被我折磨 不如你单方面和殿下绝交吧 萨莎虽然胆小 但也不会任人操控 大喊着罗斯大人 对不起 是我给你惹麻烦了 罗斯听着愧就急了 其实是我给你惹麻烦 怎料扑的一声 那把小戳戳就戳进了萨莎的肩膀 还要修理她可爱的耳朵 罗斯火力全开 气得要把老二烧成黑炭 可俩人距离实在太紧 恐怕她的火还没烧不去 萨莎就先一步遭殃 眼看着萨莎耳朵出了血 老二也越来越嚣张 舌头舔在刀口上 竟妄想成为皇帝唯一的女人 刷的一下 给罗斯扔去了一把弥手 如果想救萨莎 那你来替她修耳朵吧 来 先改右边的 萨莎害怕得浑身发黑冷汗直流 看见皇后犹豫的样子 她不顾身上的痛 让罗斯赶紧跑 绝对不能为了她那样做 气得老二又要给她一戳子 要先把她嘎成滚道 看皇后急得大喊 老二无奈得很 那你快一点哦 罗斯看着手里的匕首 要不趁着老二不注意 先出点血做做样子 再假装晕倒 只要老二一离开萨莎 她就立即出手 心里这样想着 她就打算开始这样做 就听到门外叮铃光浪 还传来皇帝有止的声音 她震惊了 老二更惊得不行 心境是最先反应过来 大步跑着要去开门 老二慌得要叫人去阻止 没想到萨莎双眼瞪着她 脸上突然没了害怕的影子 用力一歪 连人带着椅子向老二撞去 就在千军一发间 罗斯瞅准了使机 张开手掌 猛烈的火焰直直扑向老二 烧得她抱头嗷嗷的叫 给冲进门的士兵们都看呆了 而且罗斯还得继续加强火 听着老二的惨劲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得痛快 帮萨莎割开了树 直接一个飞刀 匕首刷地插穿了老二的手掌 转头又轻拍着萨莎 温柔地让在忍耐里下 因为她还有没做完的事 匕首捂住萨莎的双眼 不是士兵们代为处之的 匕首将火力加到最大 大火向猛兽斑发出嘶吐 士兵被吓得不敢说话 罗斯倒是要感谢老二 就诧异了 她就忘了自己 还有一个复仇的对象 皇后被情人欺负 皇帝很无奈 明明说过那女人是疯子 怎么就是不听 看皇后认错态度良好 还感谢她派侍卫营相冻 她也不忍心再责怪 只想知道皇后打算怎么办 一听是遣送回国 她哀声叹气头很大 要是处死我也没意见 好像嫌弃这个惩罚太轻巧 可我已经报复完了 罗斯觉得很满意 是啊 被烧成那样 活着不比死了更加痛苦 看着皇帝无语的样子 她也不知道还要说什么 怎料皇帝竟小声嘟纳的伤口 那副别扭的表情 原来是在关心她 她惊讶了三秒 这才反应过来 不过耳朵上这点伤不算什么 想着回去找宫廷医师 没想到还没说出口 一只手就伸了过来 在她傻眼的瞬间 伤口恢复得和圆培耳朵一样 这是皇帝第二次给她疗伤了 惊得她连谢谢都结结巴巴 皇帝傲娇让她回去 本想是让她好好休息 她却去找了萨莎 毕竟这件事因她而起 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这让胆小的萨莎坐立难安 要不是我 您也不会受伤 罗斯摆弄着耳发 受的伤已经痊愈 而且你是我珍贵的朋友啊 见萨莎愣着不说话 难道和我做朋友 你不愿意吗 她学着老二搭拉着眉毛不开心 急得萨莎连忙摇着头 能和您做朋友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呢 这才让她稍稍安了心 但她还得谢谢克洛伊去找陛下 可没想到克洛伊的话 刷新了她的感知 因为陛下非常爱她 才会第一代时间派兵 皇帝如此关心某个人 萨莎也是第一次见 而且罗斯手上那枚手镯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她盯着手镯还不信 怎料没几天 皇帝又找她一起共进晚餐 可她满心都是搞事业 皇帝找她肯定有事情 她疑惑的目光 让皇帝也很疑惑 是怎么了吗 她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想知道皇帝找她究竟要干啥 因为我想你了 皇帝认真的样子 她脸不禁泛起了一抹红 据说贝尔索王国的恋人 会护赠手镯作为定情信物 男人用和眼睛颜色一样的宝石 打到手镯 宣告这个女人属于自己 想起克洛伊的话 她盯着手镯脸颊越发的火烂 或许是不想让她难为情 皇帝认真的找出了一个理由 那就是需要有用的情报 再露出一个不羁的笑 这才是我的风格不是吗 那么薪资金来源也没有用了 罗斯果然不再便宜 嘴角微微勾起 这也才是我呀 为了报复家人 她决定让敌国变得强大 利用前世的记忆 向皇帝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老二妮娜一无是处的母国 其实有一片价值连城的大海 里面有踩不进的大珍珠 只是目前还没人知道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面对皇帝的提问 她只是歪头笑了笑 没想到皇帝竟爽快地不再追问 只要罗斯能保证情报的准确性 罗斯当然能保证 毕竟在前世 她的父母家人都曾打那片海的主意 艾莉还和女朋友们炫耀 说要一人送一颗 妮可拉也因为急动妮娜 天天写信让她想办法 母亲更是天天跑到她面前求帮忙 那现在准备入侵如何 皇帝已经打算马上发起战争 但别急 罗斯有一个比打仗还好的方法 那就是用两毛钱买入那片海 根本不用动刀流血 只需用妮娜犯下的罪行 去和弗洛托国王进行谈判 相信很快就有结果 见过上一世战争的财云 她真的不想再发起战争 更不想看到为此流血 而且一旦发起战争 其他国家势必也会有所动作 她说着站起身 将这个任务包在了自己身上 毕竟我是皇后 也是妮娜伤害的对象 好吧 皇帝一口答应了下来 小助理们在一旁都惊呆了 以战争闻名的暴君 居然凭媳妇一句话就不打仗 真的让人很稀奇 怎料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 只见皇后打完招呼要回房 没想到被皇帝一口叫住 想起之前和媳妇抱抱的画面 那种温暖而甜蜜的感觉 她犹豫要不要让媳妇留宿 但犹豫了半天 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伸出手 我送你回房吧 夫妻俩手挽着手 一眨眼就到达了目的地 皇帝还舍不得离开 非要到个晚安却又不懂 那做个好梦怎么样 听媳妇这样说 她轻轻凑到耳边 把好梦的告别又重复了一遍 弄得罗斯相当不适应 眼看入了秋 她来到夏里奥特已经快应了 皇帝像变了一个人 和当初只看价值的暴君完全不同 看着眼前的蓝宝石大手镯 她真的不明白皇帝到底想干嘛 被皇后顽虐后的老二 终于在今天被强制送回 她哭着不肯走 原谅我一回又怎样 看向不远处的罗斯大人 她伸出被戳疮的事 我们和好吧 好吗 我真的有好好反省 也可以去向萨莎道歉 见皇后皱眉哭咽了 她更加觉得委屈极了 呜呜地哭个不停 大骂皇帝皇后小气 像急了小孩子耍赖皮 都进马车了 还不甘心地伸着爪子不让关门 罗斯默默看着她表演 只是过于尖锐的声音 实在有点伤耳朵 看着马车的门彻底被关上 她才小声叫着前二夫人 祝你长命百岁 她之所以不达的老二 是因为对这种人来说 这样活着彼此更难 而她这样卖力更失 除了仇恨外 还因为皇帝的改变 前世邀请她不同堕落的宝军 最近不仅派帝救她 还亲自帮她治疗生亡 甚至总是和她共进晚餐 尤其是知道了这只小鸵的海 她的心就再也无法抵律 现在的她是皇帝的 也是帝国被承认的 想起皇帝送她回来的那晚 在她耳边道晚安的温暖 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知道皇帝是不是也这样 想着想着 脑袋里突然浮现 跟皇帝抱着入睡的话 她红透的脸上一片火辣 虽然已经活了两世 但在恋爱问题上 毕竟还是小白 想起前世邀他一起堕落的暴君 今生竟这样关系她 对 她不能再乱想 眼下皇帝的老二老四老六的弟子 那么接下来 该收拾她所谓的家人吧 复仇的第一步 她要先拿到老二帝国的珍珠 也为了让皇帝对自己保持性格 幸好到目前为止 福洛托海域 有珍珠这件事还没人知道 而夏比奥特的所有情报 都会引起他回来 在海域搞到之前 这个秘密绝对不能信 所以她打算拖拖前往福洛托 而且还准备带两个朋友一起去 那就是大毛二毛两只小黑狗 明天出发之前 今天是最后一次特训 不管是反应速度还是咬合 她都对二狗相当满 但你们可要乖乖听话了 她训狗的时候 皇帝总会在楼上看 之前她总会当狗一看 不过几天 她反常的挥手打起了招 看皇帝没什么感觉 她不禁有些担当 要是换过你可怕 会不会对皇帝几个弄 说情话 但她可以肯定 自己没这方面的点 想来想去还是训狗 反正皇帝也不期待他们 与其想那些也不 还不如为明天好好做准备 但这次她想错了 刚才只不过一个简单的挥手 皇帝此刻已经心痒痒 脸上还泛起了一门 就连小助理拿来报告出 她嘴上说着放下 眼睛却依旧眼巴巴看得窗外 媳妇总是想着找失忆 可她只想轻轻报告 夜里一个人睡着两五个大小 她总是说不出了风静静 幻想媳妇就躺在身边 但幻想风就是幻想 使今一念又都消散不见 说吧 是不是想到我 忽然助理说要把风静成麻辣换感 她才缓缓没过失 看着那坟干点发过 那可是皇后第一次送她的冰箱 比起刚开始的鲜艳 如今已经逐渐发黄哭了 我还是帮你换掉 不变 皇帝说着个失忆旗帜与魔法 花朵总的瞬间恢复了身体 小助理都惊当了 同不给人治疗的皇帝 现在不仅有皇后治疗 还点皇后的花治疗 真是太细气了 是啊 谁说不是呢 皇帝现在满眼都是那朵花 嘴角不禁勾起的乌 可以确定 她已经陷入了爱河 而弗洛托王国老二家 话风却完全反主 女儿被送回的消息传了 老父亲都不敢相信自己而言 直到看着夏里奥特传来的文书 罪行是妮娜阿联斯基对皇后示报 她说不出的不甘与愤怒 但愤怒又怎样了 罗斯此刻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好戏就要上场了 女孩拿着刀交朋友 父亲不仅不管 还说那是出自真心 因为喜欢 才会把别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简直是宠上天了 罗斯满脸无语 就在不久前 她带着信 带着大毛二毛 抵达了弗洛托皇宫 打了国王夫妇一个措手不及 看着低着头部说话的几人 她嘴上为自己的唐突抱歉 脚下的大毛二毛 却有咬人的节奏 国王吓得连忙承认错误 妮娜小姐的事情上 我们的确过错很大 罗斯听着不禁吃笑出声 妮娜威胁杀害皇后未遂 诱拐他国王女杀人未遂 原来在国王眼里 竟只是区区过错的 看来你们对夏里奥特的忠心 也不过如此 看国王夫妇果然吓得不轻 一个劲的说误会都是误会 他提起杰伯恩皇帝很生气 甚至到了要动用军队的地步 可一旦开战 弗洛托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 当国王感到绝望时 他话锋一转 表示自己没有同意 让国王又看到了希望 当然这还得看国王的诚意 如果能献出一部分领土 那他就只追究妮娜家族的罪责 不会发生任何战乱 国王刚刚还一个劲的感谢 听到献出领土 他这心情像过山车似的 又降到了低谷 可用一点点国土 就能避免一场战争 不是很划算吗 比如王国里唯一的港口 以及挨着港口那片不值钱的海域 国王夫妇哪里有拒绝的本钱 只好签下同意书 而且那个港口可有可恶 还是一片乡村野地 妮娜父亲也认为这笔满了地鲁 眼下重要的是 尽快修复和夏里奥特的关系 否则他们家族 将会消失在王国的贵族历史上 所以当罗斯离开时 他慌慌张张追了上去 替女儿赔罪后 又解释了许多为女儿开拓 还拿出女儿寄回来的信 信上一字一句 都是妮娜想和罗斯交朋友的真心 听妮娜父亲说女儿被嫌弃后 每天都哭得很伤心 从信上的内容以及四人印章来看 罗斯觉得老父亲并没说谎 想起之前和妮娜亲密的瞬间 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绿茶妹妹 在父母 在哥哥们的宠爱下 成了不懂与人交往 分辨是非的可怜人 所以他们又有什么错呢 看在老父亲诚恳的请求下 罗斯原谅了妮娜 老父亲开心极了 但总要为自己女儿的错付出代价 毕竟子不教父之伯 把女儿变成不正常的人 就应该接受惩罚 一缕缕火焰在男人身上乱舞 在一声声惨叫声中 罗斯转身潇洒上了马车 他这次是真的原谅妮娜 但看老父亲恶狠狠的掩饰 之后会不会司机报复呢 在家臭名远扬的蝙蝠王女 嫁人后却成了众人拥戴的英雄 刚拿下弗洛托的珍珠海港 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各个王国 都在夸罗斯的好罗斯的庙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老父亲眼中的废物女儿 正在将臭名在外的夏里奥特 带向顶峰 这让他非常生气 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 他们以前给罗斯制造的恶语形象 恐怕会遭到百姓们的质疑 听着父亲的唠叨 艾莉也是愁得要死 自从接管父亲的工作以来 他都不知道多久没见过女儿了 妮可拉还偏偏在这时出现 转着圈圈叫着哥哥 我新买的裙子怎么样 看哥哥敷衍的样子 他还插着腰直横横 难道你看不见我很毛吗 哪像你一天屁事不干 就知道到处去玩 听哥哥发牢骚 他一脸天真 说什么哥哥工作效率太慢 姐姐之前都不用助理的话 哪壶不开提哪壶 彻底惹毛了哥哥 抓起文件就往他伸省发 到头来 他还委屈的不行 相比之下 罗斯这边却是一片清爽 拿到国王的签字后 他就来到港口 这里的海水很美 可周边静又泼又烂 他们一路走过来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好歹是弗洛托唯一的港口 这么落后实在让人想不通 直觉告诉他 越是安静越有问题 所以在开采珍珠前 必须再好好调查一下才行 戴上口罩 他想要做什么 身边的侍卫们也摸不清 而他们的行踪 都掌握在米娜父亲的手里 甚至已经在港口周围设下了埋伏 想起他浑身是伤的女人 再看看自己满是伤的脑袋 就连引以为傲的家族 也被夺了爵位 从此走上落了 他越想越起 大骂着该死的皇后 大手一挥发号失令 立马将那女魔头带到我面前 他甚至已经妄想出 那女人应该在跪地求饶了吧 区区一国亡年 却仅凭几句话拿下敌国海岛 这里有开采不完的珍珠 可周围村落境荒废如垃圾场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活人 但一家三口都疾病缠身 罗斯低调走访了许多 才发现原来整个村庄都是如此 更有趣的是 病得厉害的几乎是家里的男人 而且都是四肢麻痹的状况 这下开采珍珠就成了大问题 他本想从夏里奥特调来军队 可这个村落诡异的很不正常 恐怕珍珠还没开采 士兵们就染上了病毒 如果换作皇帝处理 恐怕会让他烧光整个村落 但现在是他负责 他打算先改善周边设施 来到村长门外 他却没有进去的勇气 让新鲜进去看看情况 自己则是在海边吹风 这里的老人孩子都在饱受疾病折磨 墓地的墓碑更是密密麻麻 他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村长也可能已经不在了 等到新找到村长家时 果然如罗斯所想 村长都不知道走了多少天 当新正检查死因时 后面竟出现了一把匕首 在一转眼 他就被人架住用匕首挺住的魔法 还警告他别出声 凶手脑袋迅速运转 是用这人的尸体吸引皇后注意力 还是直接当人质更好 怎料刚走没几个 两只大飞狗就从背后冲了上来 凶手惊呆了 这不是皇后的宠物狗吗 怎么竟如此凶残 他被扑翻在地毫无还手之力 就连口罩都被撕破 他哪里能想到 这两条大黑狗 可是新的专属宝妖 是皇后为了保护新专门训练 瞧瞧这凶残的大疗眼 凶手只感觉要被生存活泼了 看来训练的还不错 心本来觉得戴鬼剑村长不太好 才让他们在门外等候 没成想反倒救了他一命 想起皇后当初要保护他的话 他口罩下的嘴不禁上摇 见凶手大骂过光线 他神情又变得冷 就算叫破喉咙也离 毕竟大毛二毛指定 皇后的名字刚要报上来 停下 罗斯踩着点走进了门 俩狗听到声音立马停止 还冲到主人身边求表 乖 做得不错 瞧瞧 俩狗笑得都合不拥嘴 看着掩掩一息的凶手 他手掌释放着鬼 既然肉已经烂掉 那就让他变成灰烬了 对方拼命求饶 但已经晚了 怎料凶手在烈焰承扎中 他竟看到一个兴起的东西 钻紧拳头收回魔法 一步一步走上前 仔细看清楚后 原来是妮娜夹子的纹身 他不禁等笑出声 真不错呀 罗斯怎么也不敢相信 为了阻止肺炎的传播 弗洛托竟选择抛弃一整个村庄 不想办法治疗就算了 还将村庄封闭不准进出 他想要调查 却有人想要他的命 当妮娜老爸嚷嚷着 怎么还没回音时 手下就着急忙慌跑了进来 气都还没喘人 罗斯已经杀了进来 嘟嘟一声 将那刺客一把扔在面前 物归原主的同时 他想要妮娜老爸 一个合理的解释 怎料对方竟然要赖掌 应该说什么 我一点也不明白 是吗 要不让我去问问国王陛下 他笑得相当客气 不慌不忙拿出一块破 你看刺客身上还有花呢 这可是司机家族的族规 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证据 罗斯一步一步走上前 大毛二毛也摆出架势 整腿带有 要是国王知道了 相信被绞杀不过分吧 一提到断头台 妮娜老爸再也装不下去 糊涂一身跪在地上 一口一个求饶命 但他依旧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倒将黑锅扔给了属下 下属做的一切 他表示完全不知情 只让自己落得个监管不利的罪 罗斯这辈子没这么无语 没用的解释 他不想再听 买弄着头发俯下身 但如果帮我个小王 他可以大度容量 妮娜老爸像看到了光 眼巴巴的期待 可没想到竟是这样的忙 皇后想知道港口荒凉的原因 他当时就吓出了一滴冷汗 最终在小命和国家面前 他选择了前者 原来弗洛托无法海上贸易的原因 竟是因为一场传染力 国王和贵族们都找不到根源 不清楚是海鲜海藻还是人类 根本就找不到治愈的办法 于是下令封锁整个封装 等到十年后都死绝了 再大力开发使用 说到这个时候 这老男人甚至轻蔑地笑了 这样的人怎么还配合 罗斯实在听不下去 那您可以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吗 妮娜老爸眼睛里都是光 得到不会被告发的回答 他点头哈腰真是感谢 还要将大恩大德 宁静于心 转亮 罗斯一个响指 我可没让两毛老师待着 只见大毛二毛 自压裂 对着目标几个弹跳 冲了上去 好好的亲近了一团 弄清了港口荒凉的原因 虽然解决起来有点难度 但好在只是生了怪病的普通人 罗斯相信 有一个人肯定会喜欢 对河废水污染过的鱼 人们却吃得那么开心 因为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 天生就拥有解毒魔力 所以更加心存侥幸 觉得核污染对自己 够不成威胁 可当于村里传染病横行 所有的人却都找不到原因 针对这种情况 皇帝建议一把火烧光村庄 看罗斯一脸意料中的样子 他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毕竟病人还不清 虽然他很不情愿 但还是不得不找一个人 两口子一起来到地牢 将港口的情况都告诉了病交公爵 还提交了症状记录 患者头发以及血液样子 甚至还有一句小可爱 这可把公爵高兴得不行 连手套都不戴 就一把掀开那白布 怎料小可爱不是很新鲜 他满脸都是失望 罗斯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发现时 人家已经死了好几天 所以你打算怎么吃 皇帝已经没有了耐心 不过公爵这种人 没好处怎么会出手 不是说要研究其他 就是说这个病很复杂 罗斯还不知道他吗 想要什么就直接说 只见公爵里的嘴得一击 不要899也不要199 只要皇后身上一丢丢的体验 说完就伸出了手 必须先支付才得解决办法 罗斯心中不由的一颤 满脸都写着大大的反感 之前就给了头发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研究的 但在公爵眼里 却是价值千斤的宝贝 经过三寸不烂之时 终于得到了一小管口水 看给孩子高兴的都喝不拢嘴 罗斯没见过这么变态的人 可他万万没想到 刚把拖业交出去 公爵就告诉了解决的办法 原来公爵上学时期 就偶然听说弗洛托 要在港口建一座工厂 有工厂势必会排放垃圾 根据男人的第六本 他觉得会是一个 很好的论文案 那篇水银的研究论文 就是他当时所发表 其实工厂一直在排放 一种叫水银的物质 用手触碰并没问题 但吃下去就不好说了 只要将工厂迅速消毒后拆除 等到水质恢复后再吃海鲜 传染病便不会再继续扩散 说着又开了几包药 每天三粒肯定会好 看着他这么自信 罗斯虽然有些怀疑 却又不得不信 后悔当时调查巴扎罗夫时 要是能多看几篇 发表过的论文 他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但还是把药发了下去 从今天开始 就下了不允许吃海鲜的禁令 每天却只提供一点点食物 不知情的人们一阵抱怨 可比起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国王 夏里奥特已经好了太多 罗斯开采了大量珍珠后 扎爹就后悔了 竟然寄信给皇帝女婿 要求返还贝里埃第一王女 见过不要脸的 却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记得在前世 佛洛托港口的两个渔民 无意中发现了海鲜里的珍珠 患病的人们以为是上天恩赐 给了他们继续佛命的机会 可还没来得及请医生治病 国王就以管控为由通通收缴 不仅发动军队占领村庄 还赶走了生病的百姓 看看他们为利益狼狈为军的嘴脸 真让人觉得恶心 当这个消息传遍各国 罗斯的好家人们也坐不住 都想尝尝珍珠是什么味道 还逼着他赶紧想办法 和弗洛托搞好关系 他别提有多为难 而且尼可拉当时 已经是帝国皇后 本应该亲自去和王国交涉 却写信回来向家人索要珍珠 或许是处境困难吧 他并不想给妹妹增加负担 只好勉强答应 这可把家人们高兴坏了 毕竟罗斯出马一个顶俩 而也正如他们所想 罗斯成功要来的珍珠 可怎么只有这几颗 看来不能给尼可拉了 父母说着话时满脸的开心 但还贪婪的想多要一点 哪怕做串手链也好 记忆被拉回几声 在夏里奥特馆里下 渔民们的病很快好了起来 一个两个头也聪明了 腿脚也堵 这么开心的时刻 不上班可能醒了 渔业恢复的木链 海里有珍珠的事终于被发现 这么多的珍珠 大家还是第一次见 罗斯就算早就知道 但当亲眼看见时 还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不过让他更开心的 是这里渔民对他的感恩 前世的他们发现了珍珠 却被全部抢走 没得到一分钱 可现在不一样了 捧起一大把珍珠 想起前世自己费尽巴拉 却连半颗都没得到的自己 他顿时没有欣赏的心情 但很快又嘴角上扬 因为现在不一样了 看着快要从筐里溢出来的珍珠 要不做一条项链吧 这是他唯一能弥补自己的方式 就是不知道皇帝会不会哄 和云林们告完别 便开心地拿着珍珠回下了奥特 却完全想不到 皇帝快被老丈人气死了 收到皇后母国毁昏的信号 皇帝终于忍不了了 那么可爱又能干的媳妇 竟然要他还回去 要不提前把贝里安眠了吧 这个想法刚冒充 罗斯就带着满满一筐珍珠前来 要全部献给皇帝 而且之后还有更多 不过他想要拿几颗 用询问的眼神看向皇帝 怎料皇帝一直盯着自己 根本没有看珍珠的心情 这让他有些尴尬 明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突然被问到 皇帝神情闪过一丝惊讶 静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看了看有些不好意思的媳妇 他眸子一沉 问起了罗斯被家人当作替罪羊的事 你发现不对劲事 没想到皇帝又问起了 扎爹写信 那些信去哪了呢 皇帝知道扎爹写信的事 他不禁震惊了三年 但很快嘴角又勾起了 手里释放出火焰的灯石 当然已经变成灰子 说着还麻烦皇帝之后替他收信 皇帝就是喜欢他这些样子 两口子不禁哈哈大笑好不开心 心里同时觉得心安不少 只要他不放手 贝里安又能拿他怎样呢 可贝里安这边 尼可拉已经要气账了 原来当哥哥对他发脾气后 他就去找了父母 不仅没告状 还帮着哥哥求放假 哥哥一直在工作 还不能出组 实在是太可怜了 如果哥哥能玩得开心 肯定就不会对他发脾气 怎料一向很爱哥哥的父亲 却悠哉悠哉喝着茶不答应 毕竟国王的位置是儿子来继承 现在不提前适应怎么行 听尼可拉提起罗斯 扎爹心里更加烦躁 看着大吼大叫让赶紧找代理 他心中的无名火一下就蹿了上来 直接让女儿去找 要是没办法就老实待着 一个两个都对自己发脾气 尼可拉这辈子从没这么委屈的 拿起笔 就写信给夏里奥特 要求皇帝把姐姐黄昏 反正皇帝情妇那么多 也不缺姐姐这一个 可好几天过去 夏里奥特连个屁都没点 于是他脑子一抽筋 竟然要亲自去把姐姐接回来 国王知道这个消息时 都吓出了几滴冷汗 当看到尼可拉留下了喜 说一定会把姐姐带回来 老两口更是差点被过气去 但尼可拉坐在马车却高兴得起 皇帝对姐姐那种女人都那么善良 要是见到我 肯定会激动的要跟我结婚吧 当着姐姐的面 妹妹就牵上了姐夫的手 本来后脸皮却当场被划破 听到尼可拉到了皇城时 罗斯着实被吓了一跳 不仅不声不响一个人来了夏里奥特 而且人还已经在前任等候 可他从没收到任何信息 难道是烧毁的心里提到过吗 不过仔细一想 尼可拉总喜欢做先斩后奏的事 但既然已经到了 他就不得不先禀告个皇帝 没想到皇帝已经得到消息 看着男人相当不高兴的样子 罗斯顿时松了一口气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贝里埃竟然要求皇帝将他返还 只是信件被皇帝烧了 听小朱里这么一说 他倒是不觉得意外 毕竟他把克罗伊抢了过来 扎爹的工作肯定很难进行 正这样想着 皇帝已经下了不见尼可拉的利益 要是反抗就格杀勿论 但还请等一下 罗斯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 看皇帝一脸不理解 他又露出了邪魅的笑 因为家人们还不了解他的文人 尼可拉又是最没有脑子的一个 好不容易自己送上来 不弄点贝里埃的机密怎么行 所以不仅不能赶尼可拉走 还要隆重欢迎 而尼可拉完全没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一边抱怨姐姐让自己等太久 一边忍不住犯着花痴 想起婚礼上第一次见到皇帝时 那两米八的大长桶和帅气的 他当时就心动得不行 大家都说皇帝是暴君 可却在宣布姐姐为皇后之后 报纸就总说皇帝是爱欺奴 要是见到我 肯定会对我更温柔吧 要不是姐姐及时出现 他估计都在脑子里 和皇帝生了几个人 看着姐姐变回乌黑的金发 他差一点没认出来 但我更惊讶 因为没听说你要来啊 姐姐不欢迎的意思 尼可拉愣是完全没听出来 还一头扑进姐姐怀 那都是我太想念 说着又一惊一炸 大声质问姐姐怎么从不回心 还把她亲自写信 让皇帝返还姐姐的事说了出来 丝毫没看到皇帝黑色的脸 就连一旁的骑士们听了 都觉得这小姨妹是嫌命太长 毕竟皇后是皇帝最宠爱的 罗斯也是很惊讶妹妹的勇气 但她并不打算回答 而是给尼可拉介绍着皇帝 快去给我的丈夫打个招呼吧 看着皇帝板着一张联储在后面 尼可拉说不害怕是假的 不过想着报纸上的传闻 她这种害怕很快变成距离 轻轻提起群摆 刚优雅地向皇帝打完招呼 就一股脑子凑了上去 还加着声音表达了自己的思念 想着自己当初不愿意嫁点皇帝 她两只眼睛又立马泪眼汪汪 陛下您是不是很伤心 甚至在心里想到皇帝怎么会是坏蛋呢 可静止了一个接触 皇帝早就咬紧了后草牙 没想到对方此刻竟握上了她的手 她压抑着的恶心终于爆发 一身滚开 就将小姨妹甩在了地上 是谁允许你摸我了 算什么个东西 说话间手中的剑已经对了过去 刷的一声 那张自信过头的脸被划了一道口子 尼可拉怎么可能想到 这还是她的好姐姐出的主意 而所谓的隆重欢迎 不过是天牢套餐而然 帝国最尊贵的皇后 妹妹却想带回娘家免费打工 不仅私自来到皇城 还想替代姐姐成为皇帝心肩上的人 怎料喜替监牢套餐 罪名是非法入侵皇城 意图诱管夏里奥特皇后 还有一条 那就是对皇帝大不敬 姐姐不帮自己就算了 居然还不帮 尼可拉气的两眼泪汪汪 却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错 我带你回家有什么不好的 一个劲的说姐姐太过分 她主动认罪的诉论 连一旁的两个士兵都惊讶 听见有人说自己蠢 她的猪脑子依旧没有明白过来 皇帝都下令带走 姐姐也微笑说了拜拜 她还是不甘心的叫着姐姐 想姐姐能帮帮自己 但并没有什么用 有了被囚禁的识感 她才急得大哭起来 可骂人的话却越来越难听 真是嫌自己命太长 门外的两个士兵忍不住吐槽 皇帝唯一宠爱的皇后 她居然想带走 那话里的意思就是暖和有包 妮可拉怎么也不想相信 报纸上的传闻居然是真的 还是不明白 大家为什么都偏谈起 为什么都不爱她呀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毕竟比起前世被情妇们玩弄 这一世 她已经幸福了太多 不过从此刻起 罗斯希望妮可拉的不幸 都是因她而起 她盛装打扮 来到了妮可拉的门庆 无视对方求救的话 是父王和爱丽让你来的吗 妮可拉连忙点头说事 可没几句话就漏了下 原来是一个人偷偷跑来转 她这下能放心的去参加网会了 没想到妮可拉却不敢 或者带我一起去猜喜 罗斯笑得邪眉 皇帝很可能杀你灭口 妮可拉顿时一阵后爬 但更让她惊讶的是 姐姐的脖子上 竟带了上百颗珍珠 而且质量还是极品 还有那件高定礼裙 她这辈子都没见过 罗斯炫耀完 这下真的要去参加网会了 听着身后妮可拉不满的声音 前世只能看别人出去玩的事情 从今天起彻底被打破了 不得不说确实狠水 而她盛装搭扮的样子 连不敬女色的皇帝都多看了两眼 还说着珍珠很好看 但罗斯一心只想搞事业 她很好奇 皇帝会怎么处置妮可拉 得到意料之中要处死的答案 那多过分了 她建议囚禁一辈子 最好是她前世蹲的那间地牢 可我不想皇城内 有两只叫人不爽的声音 皇帝嘴上虽然这样说的 但还是把处置权交给了信息 不过最好连尸体都不留 罗斯觉得惊讶的同时 又很满意皇帝的态度 热闹喧嚣的晚会内 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 皇后惊艳出场了 家人抛弃的皇后 却被只看价值的皇帝当成了老 可她不会因此放弃复仇 是要把利用她的家人踩在脚下 而尼可拉就是第一个倒霉狗 记得在浅室 她还是夏里奥特皇后时 就总被这几个老六欺负 故仅不邀请她参加晚会 还会对她动手 可她只敢在庭院里乱撒起 毕竟连父王都不来帮自己 想起在这里碍事 男人们可都只会在她身边走 她越想越神奇 幸好胆小的情妇萨莎出现在面前 她神气地把对方训了一顿吼 心情瞬间棒棒的 竟然跑到皇帝办公楼下的庭院晒太阳 皇帝就像看到什么脏东西 她明明说过这里禁止出入 虽然小助理已经去处理 但她心情就是很糟糕 要不是需要人质 她巴不得立马弄死那个女人 自从娶了这个女人没多久 白金船就消失 导致帝国损失坛中 更要命的是冬天即将到来 她的姐姐莱拉却在革命中震满 王国也不再向夏里奥特提供油田 这就代表这个冬天会冻死很多人 她真的一个头两个大 妮可拉却笑哈哈地晒着太阳 不过今生的同一时间 她实在笑不出来 被囚禁的她只能哭唧唧 本来按照计划 姐姐要像丫鬟一样对她提提入微 皇帝会被她迷得不要不要惨 正这样想着 门外就想起了姐姐的声音 说是一会有姐妹茶话会 有几位侯爵小姐都想见她 她刚才所有的不拍心都消失不见 尤其是听到准备的礼物 她更是激动地呼向了姐姐 但她不会心疼感激 因为姐姐就应该这样对她 再次听着小姐们一个个的恭维 听说那些贵家子弟都排队追求您 真是让人羡慕又佩服了 她别提有多享受了 嘴上挺不好意思 心里却开始飘了 果然比起姐姐 她才是大家争相交流的对象 可您一个人来夏里奥特 您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人家只不过简单的一句话 她就滔滔不绝抱怨了起来 什么父母参加不完的宴会 哥哥做不完的动作 甚至把哥哥发脾气说的那些国家经验 都不得不得说了出来 还说什么这是秘密哦 罗斯都惊讶魅蕾太过简单的终脑 但这就是她想要的结果 她想过套尼可拉的话很简单 没想到这么简单 笑命拎送走尼可拉后 这些人的表现她很满 但她也更加确认 这些人和尼娜其实是属于一类人 唯一的区别 就是他们没有对她直接动过手 而尼娜的人一拍 她就成了这些人依附的变形 不过她确实很意外 她刚吩咐这几人去套话没几分钟 他们就迅速简单 还完成得这么舒服 虽然做不成朋友 但我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 想想尼可拉现在的表情 一定觉得被人伺候很爽大 不过没关系 前世被李勇遭受的一击 这一次她要慢慢跑回来 愚蠢的妹妹又被收拾了 刚从茶话会回来 她就拒绝回到被囚禁的地方 还说什么姐姐同意她出的门 可也只是同意外出而已 但尼可拉才不管那么多 缺着个嘴不知道在想什么 突然不灵光的脑子灵光一闪 她竟然想到了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姐姐的房间 看俩个士兵犹犹豫豫豫 我可是皇后的妹妹皇后的家人 果然 她这个方法超级成功 哼着小曲背着俩个手别提多得意 还时不时朝身后的士兵抛个媚眼 给士兵整个兜红问了 终于来到姐姐的房间 她惊呆了 这房间比她的可强上太多了 她表面礼貌平静 心里却想着趁姐姐回来 钱好点好东西 那条珍珠项链就不错 正想着进货的事 就被身后的骚乱声吸引 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是皇帝毕下来了 面对皇帝的质问 她居然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提着裙摆优雅的行李 可皇帝只想知道罗斯在哪里 但姐姐不在 我们能好好聊一聊吗 那你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重要的情况 皇帝那双眼说不出的厌恶 连一旁的小助理都替皇帝能过 尼可拉斯丝毫看不见 还开心的表示 自己知道的比姐姐多 因为家人都很爱她 可面对皇帝不耐烦的追问 她又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毕竟她知道的那些所谓的情报 刚刚都在查话会全部说 不过她猪脑子又想到一个秘密 其实姐姐并不是父王亲生 她天真的样子天真极了 不仅皇帝猛了 就连小助理也很意外 虽然这个消息的确没听说过 但她知道这傻妞死定了 谁叫皇帝也是私生子 尼可拉还傻笑说 是姐姐抢了她的位置 只有她才有资格当皇后 这不妥妥的在找死吧 竟然还妄想着和皇帝好好相处 没想到一只大手伸来 就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 她疼得嗷嗷叫 皇帝此刻连杀心都有 却还记着罗斯不杀这女人的怀 所以只是把尼可拉关进了地牢 她完全不明白被关押的原因 她吼着好脏不要待在这里 那你就用火焰魔法走出来吧 皇帝面色铁青 不过是个连头发都不是纯金色的脸 还好意思跟我气敌 尼可拉听到这话彻底傻了 不知过了多久 罗斯终于从马车上走的下来 却看见皇帝憋屈地站在那里 他刚想问有什么事 就听见对方不停地抱怨 说着什么恶心人的蠢 他还以为说的是自己 结果听完小助理的叙述 他真的要笑死 没想到尼可拉的蠢笨超出了他的想象 还没笑过也 就听皇帝说了一句 幸好与我成婚的事 他很满意 毕竟这桩婚姻最初的他只是个人质 现在看来已经完美超出了预期 他笑得好看 皇帝也跟着看得痴迷 嘴巴张了又重 却憋屈地说不出一个字 拉过媳妇的手 我这只手被你妹妹弄脏了 你得负责 所以陪我去前院逛一逛吧 在场的众人都惊呆了 这还是那个不敬女色的暴君吗 他们是最不好惹的夫妻 却都有着被利用被抛弃的危惨命运 皇帝知道这个真相后 就牵着媳妇来逛了阳光庭院 甜甜蜜蜜的样子 经得这俩人手忙脚乱 躲在树从后面想喝瓜 没想到看得正入名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萨莎夫人 这里的小插曲 皇帝的二人世界丝毫没受影响 你好像很喜欢来这个阳光庭 是的 罗斯拨弄着头发 不仅是他喜欢鲜花 还因为萨莎也喜欢来这里 但这只手从刚才牵到了现在 他难为情地叫着陛下 您不打算放手吗 怎样皇帝却反问你不愿意吗 他无意中又被聊到了 想起刚刚皇帝被尼可拉气得不行 他很好奇 尼可拉到底怎么惹您了 听说你并非国王亲生 他一时有些意外 但更多的是无语 他不是亲生这种事 竟被尼可拉那个蠢货说了出来 毕竟血统在一国是最大的弱点 他以为皇帝会失望 怎料人家却轻抚上他乌黑的金方 第一次述说自己同样不堪的绅士 原来先代皇帝有几十个情妇 但只要生下孩子就会被抛弃 他就是十三个术术中的其中一个 所以一直被身为嫡子的莱拉不看好 在他当上皇帝的那一天 他的母亲就被判了刑 他说这些话时平静如水 罗斯心疼的同时 也意外这个男人能主动跟他说过 传闻他首任了先代皇帝 虽然不清楚是不是事实 但先代皇帝确实该死 无论真相如何他都不在乎 不管是皇帝还是他自己 从出生起就没被呵护 可那又如何呢 您当时强大到只能选择您当皇帝 不是吗 尽管我们是庶出 但因为足够强才走到今天 您只需和以前一样 把那些想利用我们魔力的宠货当操板 我会帮您把那些人焚烧殆尽 说不定我们的相遇 就是因为我们相同的命运吗 没错 他们就是命中注定的 罗斯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靠在皇帝双开门的肩膀享受着 但您不喜欢也可以推开我 皇帝没想到媳妇这么直接 可他怎么舍得呢 撇过头在心里早乐开了话 萨莎没想到自己真的磕到了 他只是区区王国之女 却仅凭一句话粉碎了他国的阴谋 当尼可拉被囚禁后没几天 被恋爱联盟的英斯王国 便派人找到了皇帝 说什么二皇女的事传出去不好 皇帝还专门派人来通知 罗斯意外极了 竟然有人为尼可拉那种损不强出头 而皇帝主动分享国家钥匙 说明皇帝现在对他很信任 或许是昨天温馨后的影响吧 不过提起英斯王国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嘴角微微勾起 心准备一下 我也想去参加参加呢 与此同时 英斯使臣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原来是想请求和夏里奥特共同作战 一起拿下其他的国家 看着手里的作战计划 皇帝心动了 眼下武器和资金都充足 他认为是时候考虑扩张版图 所以没办法完全信任对方 但影响不大 像英斯王国这种巴掌大的小国 如果敢耍花招 他有把握让对方付出代价 怎料正准备答应时 罗斯来了 请问我可以同行吗 他笑得强大又自信 看了手里的资料后 果然和他想的没有区别 英斯王国的手段还是那么拙劣 所以陛下 请您拒绝这个提议吧 他没说原因 也没有说明拒绝的理由 英斯使臣立马就慌了 可说服皇帝的话还没说出 皇帝就答应了 还请转告国王我不同意之缘 看来三夫人说的没有错 这对夫妻真的般配又恐怖 直到送走了英斯使臣 皇帝才问起拒绝的原因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英斯王国请求支援的目睹 其实是想打帝国武器的主意 前世就发生过同样的事 英斯王国拿到高质量的武器后 就全部廉价卖给了贝里埃 打着协助的旗号私吞武器 这一次 他们算是找错人了 而且英斯的国王和王子们 对尼卡拉错不开 这让罗斯有些不爽 皇帝一听也头疼 不敢相信那女人有这么大的魅力 但没关系 陛下 我有一个建议 姐姐魔鬼般的火焰魔法 原来妹妹她也会 被关在监牢已经好几天 尼卡拉实在受不了了 她想洗澡 她想回到之前被关的地方 可看守的士兵完全不理会 她的大喊大叫 她手掌偷偷摸摸蓄起火力 想把钢筋的铁栅栏给融化 怎料这钢筋是中国制造 她不纯的魔法 根本无法撼动分后 是的 虽然火焰魔法她也会 但不像姐姐遗传了 强大的魔力基因 大喊大叫要见姐姐 却不知姐姐已经将她卖掉 因斯王国的使臣前脚当走 罗斯就提议皇帝 选择敌国坎塞尔 因为夏里奥特的白金船 会途进那里 所以两国之间 并不是没有关联 而且在前世 白金船被袭击后 坎塞尔就被人污蔑成凶手 遭到了夏里奥特 无情的攻打 还赔了不少钱 差点亡国 而如今又因为国力微弱 被因斯王国盯上 这种以大欺小的作为 他是相当看不惯 不过皇帝却不理解 那个小国家 能带来什么好处 毕竟那里只有小卖而已 可正因为只有小卖 所以夏里奥特的攻天 才能派上用场了 虽然现在只是白金船的途径地 但只要稍微示意援手 坎塞尔就会屁颠屁颠 拥护夏里奥特 能和夏里奥特联盟 罗斯相信坎塞尔 什么都愿意做 倒是不知小卖 无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 坎塞尔都能答应 比如 因斯王国投降后北的赔偿金 都能全部收入夏里奥特的口袋 并且还是欣喜若狂 求之不得那种 可因斯王国不一样 听说他们最近大力发展军事 罗斯的意思很明显 帮助坎塞尔对付因斯王国 不仅能得到一大笔钱 还能解决夏里奥特 冬天物资的短缺 好了 那么我们该让谁投降了 当大家都在震惊时 他又给了皇帝一个合理的路 因为对付因斯很简单 只需要将手里的超级人质 扔出去就好 原来是这样啊 皇帝被这百利无一害的 提议者心动 他不仅同意 还要积极大力支持媳妇 立马就向一旁的助力们下令 要马上派人去盘塞王国 而且他也要去 接着再转战因斯王国 拉着媳妇的手 你也去吧 好的 我愿意同陛下共同启程 恐怖夫妇联手搞事情 属下们又是一片骚乱 只有心意人淡定 但我能带妹妹去吗 罗斯笑的邪魅 皇帝也相当给力 不仅答应了 还要接出来好好的管带 他已经等不及看到了因斯的国王 以及王子们被尼可拉 迷个不要不要的场 那样珍贵的人质 怎么能关在臭烘烘的地牢呢 女人只是抬了抬手 就掀翻了一整个国家 还顺便收拾了妹妹 因斯国王要气死了 夏里奥特那么能打 却拒绝了他的邀请 转身和坎瑟尔这种小国结了盟 但令他更没想到的是 皇帝此刻带着媳妇打上了门 别看战事不多 可每个人都扛着把AK 只见皇帝坐在那里散发着霸气 是投降 还是开战他都行 新把投降和约帝在国王办公桌 大概要求就是禁止侵略坎瑟尔 忠诚于夏里奥特帝国 然后赔偿夏里奥特这一路来的损失 最后割让一丢丢领土就行 罗斯礼貌告知自家的条件 怎料因斯国王不太愿意 难道是还有什么想法吗 不过他也就蒙了三秒 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熟悉的笑 皇帝跟随他的节奏挥了挥手 尼可拉就被扔在众人眼前 一看到这女人 国王和他两个儿子果然都挤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尼可拉是贝里埃王尼 也是你的妹妹你的血亲啊 罗斯站在皇帝身旁有些无语 血亲又怎样 我现在是夏里奥特的人了 皇帝也跟着站起身 将尼可拉的罪行一一列出 不仅对他这个皇帝无语 还想诱管我的妻子 你们说他该不该杀 到我现在还在研究怎样惩罚 这么赤果果的威胁 国王身边的大王子忍不了 一边拔剑一边冲了上去 你们怎敢绑架尼可拉王尼 只是那长剑还没来得及落下 一只手就释放出暴风火焰 那火力直接将几人掀翻 你果然和传闻一样是个魔女 二王子这一骂 就让自己挨了一枪 皇帝当众霸气护气 我的妻子 怎能被人随意辱骂 说着一件抵向了地上的尼可拉 若是在同意书上签字 我便当场放人 罗斯坏笑跟着山峰点火 如果不同意的话 不仅得罪夏里奥特 还得罪贝利埃王 尼可拉觉得他不可能这么烦 他连看都懒得看 拿到了国王的签字 就笑着和大家说白白 被救下的尼可拉却不高兴 静上去抱住罗斯的手 忽着喊着要以前温柔的姐姐 你以为他是傻瓜 但他清楚就这样回去 肯定会被骂死 不拉个替罪杨孔心 你回来吧姐姐 我们像之前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他不提以前还好 这一提笑诺了罗斯最后的内心 几股火力断绝了尼可拉的命中 你怎么还不明白 那眼神无情又冰了 火力还在继续加大 尼可拉却只有抱着头惨叫 他快烦死了 皇帝却问他开不开心 可这样怎么能讲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啊 他就是坏得这么彻底 皇帝皱了皱眉 又实在忍不住大笑出声 因为越坏他越是爱 于是两人手玩手乐呵呵的回家了